第103章 明山 大厅里,几个姐妹正在嗑瓜子,却听轰隆一声,从屋顶上掉下来一个男人。 虽然这天韵阁从前也是烟花柳巷,但是天上掉男人的事儿,却也不是每天都能遇上的,除非是某个灯徒子爬到屋顶上偷窥,不慎跌落下来了。 顿时几个姐妹足坚一点,七,拔至青葱玉手上尖锐的指甲如钩,向着那男人的要害抓了过去。 带指尖刚要触到那人身上,却又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又同时便走为抓,七,拔至手,同时紧紧揪住了那人。 随后就有人大声喊道,胡小弟师父回来了。 历时一阵相风骤起,指尖众女纷纷从各处奔了出来,将胡不归团团围住,胡小弟,小师父的乱叫一气。 顿时眼泪鼻涕,再次在胡不归衣衫上重现,胡不归心中苦道,瞧这个屁放的。 梅寺等人从屋顶上飘下来,呆若目击地看着,胡不归在一群女子中间无助地挣扎着,却听见有女子问道,小虎这小东西呢?跑哪里去了? 小虎全身一哆嗦,掉头钻进了梅清雪的怀里,大气也不敢出一口来。 小桃红却瞥见大厅里多出来的这几个人,其中三个男人,各个古离古怪,与那胡小弟倒有几分相似,想来定是他臭味相投的朋友。 而那个女子,却是个绝色美人,怀中露出半截白毛尾巴,脸上却似乎有一抹韵色,眼睛紧紧地盯着被众女环抱着的胡不归,那眼神之中,却有一丝酸溜溜的味道,叫小桃红这个风月老手,立即便捕捉到了什么。 小桃红喝道,姑娘们,都放开手。这成什么样子啊?都放开。 上前拽出了被众女报警的胡不归,道,胡小弟,这几位可是你的朋友吧,也不给姐姐介绍一下吗?这位妹妹,生得好美啊。 胡不归擦干脸上的口水,尴尬地道,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了。 说着,便将梅四、梅清雪等人一一介绍给了小桃红一干姐妹。 小桃红拉着梅清雪的手道,我们这群姐妹猛呼小弟照顾,对她就像是对自己弟弟一样的,却在妹妹面前失态了,叫妹妹见笑了呀。 小桃红一张嘴巴,那是在人堆里练就的,三言两语,便将梅清雪轰得舒舒服服的,直拉着小桃红的手姐姐长姐姐短得清热起来。 却说,小虎被梅清雪从怀中揪出来,刚想悄悄溜进房间去,却猛地被人抓住了,道,啊,小虎,你个小东西,方才躲到哪里去了? 小虎顿时全身瘫乱,一个猫活儿下飞了一多半,在众多伴着口水的香吻中昏死过去。 就此,胡不归等人便在天韵阁住了下来。 白日里,胡不归,梅四等人便在成都城内吃茶看戏,喝酒聊天,到了夜里便回天韵阁歇息。 而天韵阁众女一听梅清雪是操琴高手,便纷纷喊着摇拜她为师,缠着叫她传授情义几天下来,梅清雪便与天韵阁一群女子混得熟了。 这一日,梅清雪正在房中翻看天韵道长赠她的那本《无音正道谱》,却听房门歌之一声打开,胡不归贼兮兮地溜进来,对梅清雪黑黑一笑。 梅清雪心头砰砰乱跳,心道,这小子要做什么? 莫不是出去耍了两日,竟然学坏了。 果然,这小子竟然凑到梅清雪的身前,一张嘴巴半掘不掘地凑了过来。 梅清雪只觉得,呼吸都要停住了,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一股男子气息离她越来越近,热腾腾的呼吸已经触到了她的面颊。 就在此刻,她听见胡不归小声说,清雪,咱们开溜吧,四哥他们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梅清雪猛地睁开眼睛,没来由的一个脑奔,弹在胡不归额头上,道,又去哪里? 却见胡不归一手捂着脑袋,一手拉起梅清雪,悄悄溜出了房间去。 看两人脸上神情倒真有几分像是私奔。 带出了天韵阁,梅清雪这才知道,原来胡不归等几个这几日在成都逛得无趣了,便吵着要走。 梅清雪道,不与姐姐们道别吗?胡不归道,还是算了吧,跟他们一说,又难免鼻涕眼泪混个一身,倒不如就这般走了轻盛些。 于是众人晃晃悠悠处得城去,却见陈天愁远远坠在后面,向路旁伸草丛中走去。 胡不归回声问道,大叔,你做什么去? 陈天愁美好气地说,老子这两天光顾着跟你们吃茶,喝酒,却忘记撒尿了。 我说,怎么总是憋得慌呢? 众人觉导,只听草丛中一阵水响,约莫一盏茶功夫,陈天愁才提着裤带从草丛中钻出来,舒舒服服地朝前走来,却见草丛中已经蜿蜒出一条小溪流来,众人不禁暗自佩服这陈老头的度量,确实是惊人。 却听张富贵说道,老胡啊,咱们上哪里去呢? 胡不归嘿嘿一笑道,去你最想去的去处。 说着胡不归便将嘴巴凑进了张富贵的耳朵,低声嘀咕了几句,张富贵马上便洗心余色,连连称号。 梅思问道,富贵最想去的地方? 那是哪里? 胡不归和张富贵两个故作高深地摇摇头道,不可说,不可说。 却听陈天愁一边勾搂着身子,一边念叨着,去接你的小鸡鸡啊。 难道你不想吗?我认识两个医术超一流的老鬼,一定有办法帮你接上的。 这老鬼记性极差,听觉却胜过鬼。 他念叨的,却正是胡不归所说的话。 却见砰砰两只大脚鸭子踢在陈天愁屁股上,陈老头黑黑一声,悠哉悠哉地被踢得向前飞了出去了。 胡不归吆喝一声,走了。 众人寄出法宝,冲天起。 只见胡不归盘腿坐在落梅琴前端,挥手向西一指道,往西去,我带你们去个好玩的地方。 梅思问道,老胡,咱们这究竟是去哪里? 胡不归道,一先鼓,去找楚大叔和杨大叔去。 说起来,陈老头也是去过的,说着转头看着,依旧是勾搂着身子,站在一块破铁上的陈天愁。 陈天愁却没有接话,而是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屁股道,咦,老子屁股怎么会有点痛? 嗯,我说,咱们去一先鼓做肾呢,原来是去给老傅乔屁股去。 胡不归等人狂笑不止,这老头竟然又忘了,他这屁股刚吃了两脚,又岂能不疼。 张富贵晃晃悠悠地飞上了天,而后歪歪斜斜地在众人身旁窜来窜去, 却见他时快时慢,忽左忽右,搞得没似等人一边飞行,一边还要注意躲闪,不与他相撞。 胡不归摇摇头道,富贵啊,你这欲见飞行,当真是学了个半调子。 我看不如叫四哥拉着你算了,这样大家清静。 张富贵一边努力控制飞行,一边反唇相击道, 我这飞得是不咋地,可是老胡,你给我飞一个看看,这欲见飞行不是说清城众多弟子都会的吗? 你却怎么不会呢? 胡不归怒道,老子那是不愿意学,我要练飞行术也定是比欲见飞行强得多的法术, 却比你这歪歪斜斜的瘸牙飞得要好。 张富贵一听也怒了,道,别光动嘴皮子啊, 有本事,你就飞一个给老子看看,看看咱谁飞得又快又好。 要不是你给老子的,这柄破单不咋地,老子肯定飞得好着呢。 就这样,老子都赢你,你敢不敢比? 胡不归馊地从落眉情上窜了下来,道,比就比,老子还怕你不成。 说着,突然伸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将一枚药丸捏成两半,丢进口中一块, 然后黑黑一笑道,开始。 只听见喷的一声,胡不归的身子便箭一般地朝前冲去, 一大股浊气却从他屁股后面喷了出来, 直讯的众人几乎便要从法宝上掉了下去。 亏这小子想得出,却原来是这小子, 竟然吃下了半颗炼丹大家楚山寒秘制的顺气丸, 一个屁便远远将自己绷到了前面去了。 张富贵猛然一惊,心道,这小子吃的是什么东西? 竟然这样厉害? 连忙催发真援,朝前追去。 却见这两人,一个像是踩着一块小竹片在怒涛汹涌的海上挣扎起伏, 身子歪歪斜斜,甩来百去。 而另一个则是伴随着砰砰之声,炮仗一般窜来窜去。 这两人搅和的漫天流云乱舞,夹之迎面风中夹杂着屁味, 较身后三人,激进为之倾倒。 西明山上,暮色眼映中,一匹快马在山间乱石中奔越前行。 那马匹四骑凌空飞踏,在乱石中如履平地,又四一匹飞马。 骑间轻盈灵动,顺顺西间便已经奔到了半山腰。 却见半山腰上一块巨石向前伸出了山崖。 在巨石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在巨石上却有一座八角小亭。 那巨石在山峰中似乎摇摇欲坠,而那小亭恰如一只即将斩翅飞走的雀鸟。 那匹快马便镜子奔向了巨石上的小亭。 小亭正中盘坐着一人,只见飘带一般的黑气在他深周缭绕。 雄伟的身姿宛如炯黑的山月一般,此人正是重出升天的夜魔向天恒。 他面向远山,似乎夜色以他为点,向四周铺展开来。 山岭骤然被夜色吞没。 就在此刻,那快马已经冲上了巨石,前蹄凌空,人立起来,随后钉子一般地站在悬崖边上。 马上飘下一个黑衣汉子,直接跪在夜魔向天恒身前,道。 禀告魔主,往万刃封魔刀堂的天魔令已经顺利送到了。 向天恒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很好,你下去吧。 那黑衣汉子屈身行礼,出了小亭,那匹马随着汉子步出巨石, 一人一马,很快消失在夜色之中了。 一柄黑油油的天魔令捏在向天恒的手里,像这样的天魔令一共发出去了七枚。 到现在,已经回来了五个发令人。 万刃封的魔刀堂,血河谷的血魔垫,流银沼泽的万毒门, 还有给从前魔教的左右天魔使的两块天魔令和魔教长老会的一枚。 最后一枚天魔令,却是发给了一个普通魔教教徒魔影。 这个魔教,没有任何职位和势力的教徒,却并不普通。 据说此人独来独往,不入魔教四大分之中的任何一支, 更不与其他魔教教徒打交道。 然而一身魔功却十分了得,似乎也不在四大宗主之下。 但问及此人来历,却有人说,在昔日魔君烟熙行在位时, 他是个掌管魔教典籍的杂役。 也有人说,此人其实是烟熙行的密传弟子。 更有人说他是烟熙行的同父异母兄弟。 种种说法,却都无意得到证实。 唯一被证实的是,此人曾经一掌,就在百步之外, 拍碎了少林禅院新烟大师的心脏。 其实在外流散的魔教弟子,还有许多人, 向天恒都只是叫乌鸣殿的属下,传个口信就是了。 唯独此人,却不知向天恒为何如此重视。 向天恒遥望着他最喜爱的夜色,心中躊躇满志。 三月三一定会是一个创造传奇的日子。 此刻的他却并不敢轻举妄动, 被困在大罗天伏魔阵中长达千年, 日日受那六十四枚伏魔镜的映照, 叫他一身功力,几乎所剩无几。 前日在乌鸣殿上那一番发威, 也不过是虚张声势。 自他从青城镇玉衙中意外脱身, 就不顾一切的拼尽余力, 从几大高手中间冲了出去。 待奔出去之后, 便几乎虚弱地不能动弹。 恰巧此时一个木童从他身边经过, 他这才施展独门秘法, 将那木童的惊破神髓, 射入木童的心中, 取而食之, 这才恢复了些精力,得以继续前行。 这一路上, 他不敢停滞, 一遇行人便依法取心吞噬。 更有一个村庄被他途径杀绝, 带到了明山乌鸣殿前, 他也不过才恢复了两层的功力。 若是乌神倒垢胆子与他放手一拼, 那他便只得落荒而逃了。 然而, 此人便就凭着这两层的功力, 一路杀了进去, 胆量气度却非常人可比。 闯进大殿之时, 他便将这两层功力运行至极限, 一举扑杀了乌王六位中的三人, 却忠阴功力不济, 叫尹阳在手底下逃出一条命去, 然而就凭着惊人的一击, 以及他天生凶残冷血的举动, 和破人心胆的强横气质, 他成功地压住了在场众人。 从他登场, 到夺取乌鸣公的大权, 总共不到一个时辰。 然而, 就在这一个时辰里, 却几乎熬得向天横游进灯窟。 然而, 他只有咬牙强行挺着, 只要他稍一漏底, 乌神道就会第一个将他灭于掌下了。 现在, 第一步他已经成功了。 他心中暗笑乌神道的懦弱无种和老谋深算。 若他是个宁死不屈的汉子, 那自己倒不好办了。 好在这一局赌胜了。 随后大权在握, 震慑群魔的他便召集了百余名低级魔教弟子, 将他们一个个地惊破神髓, 尽数吸干, 这才有了自保的实力。 恐怖和恩惠永远是驾驭下属的良冰宝剑。 他对乌明公众人道, 我魔教不允许出现废物, 人贵金不贵多, 自今日起, 每名魔教弟子都可以挑战高阶弟子, 败者死, 胜者生。 并且, 排名在乌明公前二十名的弟子, 将会得到他的亲自点拨, 每人授以一项千年前魔教的不传之命。 如此一来, 乌明公众人无不兴奋异常, 不过短短几日, 乌明公由上自下, 竟然死伤了三百余人。 而所剩的, 无意不是百里挑一的好手。 而向天恒也从其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许多战败的修魔弟子的惊魄神髓, 都被他一人独享了, 然而借来的东西, 毕竟不是自己的。 向天恒迅速积攒的这些魔源, 毕竟与他自身的魔源相差甚远, 更是班杂不纯。 于是, 他只得每晚在这西鸣山镇赤亭, 将这些时日吸收的外界魔源, 一点一点地化为自己的魔源。 若是不能在三月三之前, 恢复他七层的功力, 只怕是他的魔徒大夜, 将会功亏一篑了。 暗夜无边, 鸟速受息, 百丈之内空无一人。 黑气慢慢从夜魔身上弥散开来, 这些自魔教弟子身上吸来的魔气, 被慢慢地释放出来, 折空避月, 黑蒙蒙一片, 犹如噩梦一般, 在山岭上不断地向外扩张着, 黑夜蔓延。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来临了。 一阵清脆的马蹄声, 滑破寂静, 从山石间传了过来。 又一匹快马回来了, 向天恒没有睁开眼睛, 继续缓缓, 将悬浮在空中的魔源, 一点点地炼化吸收。 马上黑衣, 汉子腾身而起, 飘落在向天恒身前, 跪拜道, 禀告魔主, 往祁山魔教长老会的天魔令, 已经顺利送到了。 向天恒点了点头, 道了一声, 知道了, 你下去吧。 七枚天魔令, 只有一个发令人, 还没有回来, 去给魔影的天魔令, 还没有消息。 那黑衣汉子躬身行礼, 从向天恒身边走过, 却突然站住道, 魔主, 祁山长老会, 话说了半截, 欲言又止。 向天恒眉头一皱, 问道, 祁山长老会那群小家伙怎么了? 的确, 跟他这个千年前的大魔头相比, 祁山长老会的长老们, 也只能算是小家伙了。 那黑衣汉子犹豫着道, 长老会那些长老说, 说, 一丝烦躁, 涌上向天恒的心头, 他猛然睁开眼睛道, 他们究竟说什么? 那黑衣汉子道, 他们说, 去你去死吧。 说话间, 那黑衣汉子, 骤然挥手一拳, 击向夜魔的面门, 就在此刻清晨的第一道阳光, 射在了夜魔的眼睛上, 伴随着那一缕金色的阳光, 那黑衣人的权势, 勃发出巨大的力量, 排山倒海般地, 朝着夜魔冲了过去。 第104章, 解体, 阳光, 夜魔向天恒最讨厌的阳光, 此刻就照在他的眼睛上, 伴随着那缕刺眼的阳光, 奔腾而来的, 是一股绝大的静气, 全世中, 隐隐有风雷之声, 雷霆万军, 不可一世。 此时昼夜更替, 夜魔体内那些搬杂不纯的魔员, 大多数都释放出了体外, 正是处在最弱的境地。 而这个人对于时间, 地势以及角度的拿捏, 以至化镜, 更有着排山倒海的气势, 此人是谁? 夜魔双手护中面门, 身上那犹如飘带一般的黑气, 一层层尽数挡在了双掌之前。 只听轰然一声巨响, 镇翅亭顿时化为乌有, 那块凌空巨石自中间断裂开来, 轰然滚落深谷之中。 夜魔被砰得打出了镇翅亭, 身子继续向后撞去, 砰得撞入了山岩之中, 竟然将坚硬的岩石撞开一个大洞出来, 夜魔的身子陷入其中。 却见那黑衣人长笑一声, 凌空跃起, 身上黑衣裂成千百片蝴蝶, 一件青色的道袍显露了出来, 身材相貌也随之巨变, 显出了本来面目, 此人却正是倾城天玄真人。 猛然间, 随着一声怒吼, 只见乱石泵云, 一个黑影窜了出来, 正是被打入山体的夜魔。 他狂吸一口气, 只见四周山岭微微一颤, 原本被打得四处流散的魔源黑气, 骤然吸入了他的体内, 更有许多黑暗而邪恶的气息, 随之涌入了夜魔的体内。 天玄真人挥手一抛, 八眉伏魔镜脱手而出, 高悬在夜魔头顶上方。 天玄真人手捏法绝, 口中轻念咒语, 真元发作, 催动了小罗天伏魔阵法。 那八眉伏魔镜, 沿着某种奇异的轨迹旋转起来。 与此同时, 半轮红日月出山脊, 万道金光洒向山岭。 那八眉伏魔镜同时一动, 折射了那金色的阳光, 一起射向夜魔的头顶。 夜魔身上浓云翻滚, 飘带一般的黑气扑展开来, 遮住了头脸。 金光与黑气相接, 顿时发出痴痴之声, 但那金光虽胜, 却始终不能刺破浓云, 照向夜魔。 夜魔黑黑笑道, 就凭这八眉伏魔镜, 你也敢来打老子主意? 当真是胆子不小啊! 却突然间, 自牙底骤然飞出五组四十枚伏魔镜, 分别对正夜魔的胸口和四肢, 骤然间光芒万丈, 一起射向夜魔, 随着这五组小罗天伏魔镇法, 一起飞升上来的, 正是倾城天风, 天运, 天兵, 天龙, 天狱诸位道长。 天玄真人一挥手, 竟然又是两组十六枚伏魔镜飞了出来。 天玄真人道, 八枚不够, 这六十四枚如何? 夜魔顾不上说话, 爆喝一声, 顿时魔气暴涨, 一团有如实质的黑气, 将它周身全部包裹起来。 一时间, 痴痴之声大作。 天玄等人, 全力催发真元, 将各自手上的小罗天伏魔镇法, 发挥到极致。 八个小罗天伏魔镇法, 不但映射着太阳真火射向夜魔, 更是生发出一股股强大的犀利, 牢牢锁定在夜魔的躯体上, 就像是八条无形的锁链, 锁住了夜魔一般。 原来, 青城六道从青城山上下来, 半路上就遇到了送发天魔令的使者。 几人随手就将那魔教教徒擒住了, 细加盘问, 一听夜魔竟然打算在三月三魔王寿言之时, 一统魔教, 不由得大吉, 连夜赶往西明山, 由天玄真人, 乔装成那魔教弟子。 原本以夜魔的修为, 也未必就勘察, 不出破绽来, 但一是由于夜魔为人太过托大, 认为普天之下, 还有谁敢来寻他的晦气? 再则就是, 当时他已经大部分魔员释放出去, 使他的灵觉大打折扣。 加之天玄真人, 也是修真界排得上的高手之一。 这一来, 才叫六道将夜魔暂时困住, 占了先机。 尽管六道占了先机, 但是一时间, 也奈何不得夜魔, 双方变成了僵尸局面, 天玄真人心道。 此地是魔教污名宫的老巢, 若是斗得久了, 难免会有魔教教徒前来, 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 还是该速战速决才是。 想到此处, 天玄真人真元狂勇, 左手捏了小罗天伏魔阵法, 右手扑斥一指, 戳向夜魔。 夜魔在八个小罗天伏魔阵法中, 不住挣扎, 挥手投足之际, 戴得八个小罗天伏魔阵法颤动不已, 六道要想稳住阵法, 已是不易, 更何况, 再腾出空来向他发招。 然而, 天玄真人这一指, 却破空而去, 扑得打在夜魔身上。 却见他身周那层黑气一扭, 那道灵力的指风, 竟然从他身上划过, 将一块山岩打得粉碎。 虽然是擦身而过, 却见夜魔也是全身一颤, 似乎那黑气减弱了些许。 其余五道也是一般心思, 只见天风道掌强自运起玄清刚风, 左掌批出两道锋刃, 砍在夜魔身上。 只见那层黑气一阵波动, 不住扭转, 却依旧是没有露出半点破绽来。 紧接着是天运道掌, 玉霄一挥, 一道清光自削孔射向夜魔。 与此同时, 天兵道掌也甩出三枚三清灭魔梭, 四道尽力尽数打在夜魔身上。 只听那团黑气之中一声闷哼, 似乎有削弱了许多。 而天龙、天狱两个则是修为不够, 却不敢另行发招, 只能全力维持着手中的小罗天伏魔阵法。 天玄真人等, 却强韵真元, 不住向着夜魔打去, 一道道清光在夜魔身周炸开。 只听那夜魔一声狂吼, 身上魔气骤然一缩, 激进消失带进天玄真人等心头一喜, 却突然间只觉八股强大至极的劲道, 骤然自手上的小罗天伏魔法绝上爆发出来, 八股距离同时向外一拽, 在欲收拾却已然来不及了, 只觉得手上一空, 夜魔竟然挣脱出了八个伏魔阵法的束缚。 天玄等六人同时感到胸口一阵难受, 顿时血气翻涌。 随后, 却见夜魔那八道距离再度反击回来, 轰然一声闷响, 八个小罗天伏魔阵法彻底瓦解了。 六十四枚伏魔镜满天乱舞。 却原来, 这夜魔瞧出天玄等人的心思, 假作不知, 实则是前运魔员一边声扛着天玄真人等人的攻击, 一边借此削弱重道控制伏魔阵法的力道。 等天玄真人将一半的修为用在分手攻击他时, 他便骤然发难, 果然一击得手。 虽然在最后一波中, 他也受伤不清, 却也由此脱开伏魔阵的束缚, 更是一举伤及六道。 此人心智胆识, 却非常人可比。 夜魔一击得手之后, 历时扭转了局势, 只见空中魅影一闪, 夜魔已经出现在天玄真人身后, 右臂暴涨, 砰的一拳砸在天玄真人背心, 天玄真人背后清光四剑, 护体刚气顿时四分五裂, 一口鲜血狂喷出来, 人却向着山体狠狠砸去。 天风道长见势, 身形一闪, 抢在天玄真人前头, 将他接了过去。 却见天玄真人已经脏气破裂, 到胎受损了。 而与此同时, 天玄道长、 天兵道长和天龙道长 同时一声怒吼, 扑向了夜魔天玄道长, 手持玉霄, 一股氢气灌入霄中, 化为五鹰无形剑, 刺向夜魔。 而天兵道长则是一连串砸过去十余剑法宝, 手中则举着一柄裂天斧, 批向夜魔。 天龙道长则是直接数十道真元砸浆过去, 直轰夜魔的胸膛。 夜魔黑黑一笑道, 小道士们修为倒是不错, 也将就这够老夫完的了。 说着身形一晃, 一个身躯便如真似幻地在空中闪来闪去, 身上漆黑的魔气, 犹如生了眼睛一般, 忽而攻向天兵道长, 忽而攻向天龙道长。 而双手食指, 却在屈身之间将天运道长的五鹰无形剑一一化解。 黑气所到之处, 便如重拳一般, 砰砰地打在天运等人的身上, 每一记都带出许多鲜血。 天运等人却是在拼命, 全身是血的冲向夜魔, 魂不顾几人都是伤上加伤, 但他们的修为在夜魔眼中直如而戏一般, 随意挥洒, 在举手投足之间便连连重创数人。 倾城派群道人人都在拼命, 唯独天玄真人却并没有冲江过去, 而是高高漂浮在众人上空, 悲悯地看了一眼正在拼死奋战的众位师弟师妹, 而后又抬头看了看因为失去控制, 而漫天飞舞的伏魔镜终于他动了。 一道耀眼的青光在空中绽放, 那道青光贯穿在漫天飞舞的六十四枚伏魔镜上, 那六十四枚伏魔镜急速流转, 化为一道道流光, 在一瞬间便将天运等人与夜魔隔开, 而后团团将夜魔围在其中, 一道道流光围绕着夜魔不住的旋转飞舞。 天玄真人的声音自虚无中传来, 众位师弟, 马上离开此地, 不得延误。 天风道长喊道, 二师兄, 我们与你一起血战到底。 此刻, 他们已经看不到天玄真人的真身了。 难道二师兄他, 竟然施展出了青城无上法诀虚体正道诀? 混蛋! 你们究竟还当我是青城长教吗? 天玄真人怒斥道, 立即给我回去, 好让我了无牵挂, 放手与这邪魔斗上一斗。 中道一咬牙关, 抽身而走, 一汪泪眼中只见身后青光顿时大声。 青光之中一团黑气横冲直闯, 夜魔的声音传了出来, 小道士, 想要放你师弟们走吗? 没那么偏眼。 一道黑气自夜魔身上窜出突破青光的封锁, 向着天运等人追来。 眼见的那道黑气就要贯穿落在最后面的天龙道长背心, 却见青芒一闪, 一枚扶魔镜竟然快刀一斑, 斩断了那道黑气, 便只一刹那, 天运到长等人就去得远了。 夜魔狂怒道, 小道士, 我看你能困得住我。 说话间, 只见夜魔身形暴涨, 一阵暴响过后, 夜魔原本就雄壮的身姿, 竟陡然粗大了两倍有余, 一身肌肉突兀犹如岩石, 飘带一般的黑气绕身而游, 近似天魔下凡一般, 却是夜魔将自己的身体瞬间魔化, 强化至一个不可思议的境地。 夜魔挥手就是一拳, 一团黑气直冲向围绕在身外的一层清光, 却见十余眉伏魔镜迅速移动, 层层叠加, 轰然与夜魔这惊天动地的一拳撞在一起。 周遭氢气一阵波动, 却见鱼阵水波一般向四周蔓延, 煞时间, 鱼波所到之处, 山石崩裂, 山上树木顿时化为积粉, 飞杀走石, 威势惊人。 便是这样一拳, 夜魔竟然依旧没能拖出浮魔镜的束缚。 此时的浮魔镜组成的, 却已经不再是小罗天浮魔镇法, 更不是以天玄真人的修为能够驱动的大罗天浮魔镇法, 而是天玄真人的化身。 这就是清成虚体正道觉的妙化。 天玄真人以原因之身自解形骸, 将自身精气神髓以及三魂七魄和全部的修为, 尽数附着在了那六十四枚浮魔镜上。 现在, 浮魔镜便是天玄真人, 天玄真人便是浮魔镜。 然而, 作为清成无上法觉的虚体正道, 却几乎从来没有人施展过。 这是因为, 没有修炼到原因中期的修为时, 不能施展出此数。 更因为, 此数已经施展便不可逆转。 萧姐的形骸真身以及修炼成形的原因都将化为乌有, 以空的形式存在于所依附的法器之上。 夜魔心中大惊, 先前他明明试探出这几个小道, 即使是合力, 也不能驾驭这六十四枚浮魔镜而组成大罗天浮魔镇法。 因而, 虽然身受八个小罗天浮魔镇法的围困, 却并不紧张。 怎么这小道此刻, 竟然独立驱动了这六十四枚浮魔镜? 虽然眼前并非是大罗天浮魔镇法, 但也足够叫他胆战心惊的了。 直到此刻, 才见乌神道带着几名魔教弟子, 姗姗来迟。 夜魔心道, 这边打得如此激烈, 宫中诸人又岂会不知? 嘿嘿, 不过是想看老夫的笑话罢了。 一股强横的狂气冲上夜魔心头, 他高声喊道, 乌神道, 你们去追逃走的那几个道士去, 这边不需要你们插手, 去吧。 乌神道心中暗骂。 老不死的, 将老子当成奴才吗? 嘴上却道, 谨遵魔主旨意。 说着, 便带着那两名随从, 向天运道长等人的方向追了出去。 乌神道心中虽然不甘, 却听得身后轰轰之声不绝, 一阵地动山摇, 不由得也暗自心惊, 这老鬼修为自然是高深已急, 却竟然还有人能与他对敌, 此人究竟是谁? 却见六十四枚浮魔镜, 分分合合, 一枚眉的砸向夜魔。 夜魔挥拳挡戈, 巨拳挥出, 有如实质的黑气, 便先行冲了出去, 全境相交, 每一次重击, 都震得西明山乱石飞溅, 震荡不已。 一枚浮魔镜被崩飞, 紧接着, 另一枚浮魔镜就冲了过来, 那六十四枚浮魔镜, 就像是一个整体一般, 它们现在, 就是天玄真人的手, 肘, 腿, 膝, 就是天玄真人身体的每一部分, 犹如行云流水一般, 毫无挂碍, 变化无方, 神出鬼没。 夜魔越战越是心惊, 他分明感应到, 这副魔镜里俯身的天玄, 这人竟合一的威力, 竟似乎并不亚于 大罗天浮魔镇法, 夜魔感觉自己现在 似乎在与一个怪物打斗, 踏实将身体磨化成 金刚一般坚硬, 而这天玄, 却是直接把身体 换成了比金刚更坚硬的法镜, 除非将浮魔镜打碎, 否则他是伤不了, 这潜伏在浮魔镜里面的天玄的。 想到这里, 夜魔左拳外挥, 崩飞一枚砸过来的浮魔镜, 口中却无声地念了一魔咒, 右手如刀, 扑驰插入了自己的肋下, 随着口中逐渐响亮的魔咒畅响, 夜魔竟然从自己的身体里 抽出了一柄漆黑如墨的弯刀, 一柄他自己肋骨化成的魔刀。 夜魔双手举刀, 黑的一声猛劈下去, 一枚浮魔镜被当的一声劈飞了出去, 流光一闪, 撞向对面山岩。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山体坍塌, 巨石如流。 夜魔狂笑着挥刀劈砍, 顿时十余枚浮魔镜被劈中近身, 一道细细的裂痕出现在浮魔镜上。 其余浮魔镜则四散奔流, 驱逼着夜魔狂风一般的刀势。 夜魔刀势如潮, 追向依旧在空中飞舞的数十枚浮魔镜, 只听空中一阵叮叮当当的撞击声, 又有十余枚浮魔镜被劈中, 跌入尘埃之中, 一阵劈砍过后, 便只有寥寥数枚浮魔镜, 无力地四下逃窜, 天玄真人败事已现。 却有一枚浮魔镜, 从乱石之中悄然钻了出来, 缩小成一颗尘埃般大小, 无声无息地飞了起来, 没有惊人的声势, 却比闪电更快上百倍。 夜魔只觉得背心处猛然一通, 就像是一根针穿透了他的身体, 随后一团纯正之极的青橙三清气, 在他体内释放出来, 一连串的爆炸, 自他体内爆发, 夜魔大惊, 连忙驱侧所有魔源, 反扑侵入体内的青橙真源。 两股力道在他体内交锋, 夜魔只觉得眼前一暗, 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夜魔转身向明山山腹中的污名宫逃去, 魅影一闪, 消失在空中。 而那枚化成尘埃般的浮魔镜, 则恢复了本来大小, 随着一声清明, 四散的浮魔镜, 缓缓聚了回来。 六十四枚浮魔镜中, 竟然有五十四枚, 被劈开了一条小小的裂缝。 便是这样一条小小的裂缝, 已经足以伤到, 深藏在其中的天玄真人的惊魄神髓。 天玄真人几乎拼尽了所有的修为, 这才侥幸伤了夜魔。 此时, 他的真源已经无以为计, 借助着浮魔镜上蕴含的法力。 天玄真人用尽最后一丝真源, 将所有浮魔镜聚集在一处, 六十四枚浮魔镜, 排成一条细线, 向着青城方向飞去了。 第十卷, 魔云先锋。 第105章, 豆僻一朵流云, 飘过一仙谷的上空, 云影落在谷中幽坛上, 寂静无声。 碧水边上, 两个人相对而坐, 其中一个, 一头蓬松的乱发已经花白, 正式担到大家楚山寒。 而另一个中年文士模样的, 便是楚山寒的师弟, 本代一仙谷的谷主杨伯远了。 两人促膝而谈, 似在共同钻研某个医学药理, 在一番辩论过后, 两人不约而同, 陷入了沉思。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了, 周遭安静极了, 潭水无波, 鸟雀无声, 四野无人。 骤然只听着两个声音高叫道, 闪开了。 话音未闭, 便听见轰轰两声, 两个事物先后砸进了小潭之中。 满天水花四射, 一池潭水倒有一半, 被寄得飞了起来, 波涛汹涌, 拍向岸边。 待楚山寒和杨伯远 自满天水花中窜出来时, 只见小潭中冒出两个脑袋, 其中一个冲他们咧嘴一笑道, 大叔, 你们都在啊。 这从天而降的, 正是胡不归和张富贵了。 却原来这两人鄙视飞行术, 越飞越是离谱。 头一天, 两人的鄙视, 以富贵头猛脑胀晌晕剑不已。 胡不归后, 屯库被屁崩破, 最后双双坠落, 在地面上砸出两个深坑而告终。 张富贵嫌清光笔太小瞻不稳, 索性批断一棵大树, 用树干做了一柄仪仗于长, 三尺宽的一柄巨剑, 将清光笔镶嵌其中。 而后盘腿坐在木剑上全力驱动真元, 横冲直撞地飞了出去。 而胡不归则被富贵明令禁止, 使用那种古怪透顶的顺气丸。 而必须用自身真元飞行胡不归撇嘴刀, 老子就是不吃顺气丸, 也比你飞得快。 于是, 胡不归张开双臂, 龙气在双臂间形成了一双巨大的翅膀。 这还不算, 这小子经过龙气改造的身体果然不凡, 竟然自屁股上发出一股他天风诗书的绝学玄清刚风, 扑腾这两只大翅膀, 蝙蝠一般地飞了出去。 这两个活宝, 天上地下的一通折腾, 最终同时坠落在这小坛中, 算是不分胜负。 看来修真界中最危险的法术, 莫过于遇见飞行术了。 两个家伙水淋淋地从小坛中爬出来之后, 胡不归笑嘻嘻地走向楚, 杨二人。 两人顿时头大如抖, 不约而同地心道, 这个小混蛋怎么又来了?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 只见天空中又是几人从天而降。 其中一个踏着快破铁的老头, 笑呵呵地降落下来, 一双眼睛四处打凉着。 杨伯远顿时脑袋又大了几分, 心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怎么这个老家伙也来了? 难道今天的皇历上写着, 不宜居家? 胡不归摘下头上顶着的水草, 笑道, 楚伯伯, 杨伯伯, 我带了几位朋友来看你们了。 说着, 就将梅寺等人引荐给楚, 杨二人。 杨伯远任地, 在他手中治好了师徒的陈天愁, 应上前去道, 陈老可好啊, 不知此次前来有何贵干? 陈天愁摸摸后脑勺道, 哎呦, 有何贵干我, 可就记不得了, 我来你这是干啥呢? 说着就原地转起圈子来了, 这一下, 却是连屁股痛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胡不归等人是见怪不怪, 只是暗自摇头。 而杨伯远也微微一笑, 不再去问他, 显然也是早就领教过的。 楚山寒却小白眼一番, 问道, 哎, 我说老头, 你都不知道自己来干什么的, 那你干什么还要来? 陈天愁上次来看病, 却没见过楚山寒, 便是见过多半也会忘掉。 他转过身子, 道, 老头, 你喊谁是老头? 我瞧你才是个老头呢。 这人记性不好, 却竟然不愿意吃亏。 我呸。 楚山寒呸道, 你瞧你被也驼了, 腰也弯了, 一副快死的样子, 你还说你不是老头吗? 陈天愁立即来了精神, 我呸呸呸啊。 这老头连呸三口, 道, 你老小子, 头发不也白了吗? 满脸的大褶子, 你难道就不是老头了? 楚山寒歪着嘴, 一指眉清雪怀中的小虎道, 头发白了, 就是老头了? 那这小虎全身都是白的, 他难道也是老头? 我瞧你脑子多半有问题。 小虎不满地叫了一声, 那意思是, 人家还是小猫呢? 老什么老啊? 你们两个老头吵架, 干嘛扯上我了? 杨伯远心中叫苦不迭, 一个性情古怪的大师兄, 已经够他受的了, 再加上胡不归这顽劣小子, 一仙谷这个仙字, 就已经可以去掉了。 现在再加上原魔教天魔左使, 现在的糊里糊涂的遭老头子陈天愁, 莫非自己, 真该出外云游, 或者闭关修炼了吗? 眼见的大师兄与陈天愁也说月江, 连忙拉住大师兄劝道, 师兄, 这位陈老哥远来是客, 咱们可不能试了礼数, 您就少说两句吧。 楚山寒道, 屁客, 老子懒得跟他鬼扯, 一甩衣袖, 镜子回他自己的毛屋走去, 却听身后砰的一声屁响, 却是陈天愁一瞪眼睛, 故意蹦出一个响屁来。 楚山寒一听, 嘿哟, 你的老小子跟老子叫靶啊。 二话不说, 真缘暗运, 轰得一个嘹亮的响屁放了出来, 指阵的山谷嗡嗡作响, 果然是修真中人, 神通了得, 放屁这等俗事也搞得如此气势惊人。 这一下, 就连杨伯远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只觉得荒唐之极, 滑稽之至。 却见两个老头互相瞪视着, 都是一副不压倒对方, 恃不罢休的架势, 两人摩拳擦臀, 却见陈天愁身子斜飞, 一扭屁股, 一股浊气崩向楚山寒。 楚山寒岂肯向让, 弯腰撅臀, 砰得一屁顶了回去。 顿时浊气熏天, 一场屁战就此开始。 杨伯远苦笑着眼鼻, 拉着胡不龟等人躲了开去, 尴尬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只觉得这一仙谷, 当真是越发的古怪了。 胡不龟却是一路被屁崩来的, 此时是大感兴趣, 哈哈笑着不肯走开, 非要在一旁观战。 富贵等人眼鼻摇头, 一路而去了, 留下三个最古怪的家伙, 在小谭边胡闹。 只见一阵烟尘四起, 陈天愁与楚山寒两个各显身手, 姿态千奇百怪, 屁来屁往, 逗了个不亦乐乎楚山寒的修为, 毕竟比不上昔日魔教的天魔左使, 片刻过后, 便只闻其声, 不见其境, 屁是小了甚多。 这老头咕咚丢了一颗顺气丸在肚里, 顿时渡如巨骨, 轰然一辟崩出去, 只见大气蓬勃, 一股臭烘烘的颈风, 喷向陈天愁。 只见屁风吹得谷中花草惨败, 树木摇曳不止, 威势果然惊人。 只见陈天愁猛一窜身, 避开屁流锋芒, 原本陈天愁落足之地, 顿时被崩出一个土坑来, 一阵尘土飞扬。 自漫天尘埃之中, 一股浊流洞穿烟尘, 色泽微黄带黑, 却是陈天愁插开大腿, 就是一匹还击。 胡不归在一旁, 只觉一股恶臭冲天而起, 顿时头皮一紧, 飞身上了半空, 只见那屁流自楚山寒身旁 显显擦过, 坠入潭水之中, 历时便有数十尾鱿 翻着白肚皮扶了上来, 而小坛中连夜枯萎, 水草焦黄, 一派残败景象。 楚山寒高声叫道, 好你个老儿, 竟然痛失毒手。 陈天愁笑道, 屁想顶个屁用, 还得看谁的屁丑。 不行了吧, 遭老头子。 楚山寒岂肯认输, 又不知摸出一颗什么古怪药丸, 咕咚丢进肚中, 身子连翻了十余个金斗, 砰砰砰十余个大屁, 接连不断地释放出来, 顿时恶臭熏天, 一仙谷内众生灵, 顿时立作鸟受散, 无数飞鸟小兽奔逃出谷, 谷内浊气腾空, 一派乌烟瘴气。 狐不归见识不对, 顿时封住口鼻, 飞上高空, 向下俯视, 心中惊道, 这楚老头, 可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厉害! 厉害! 顿时对楚山寒充满敬佩, 陈天愁也晓得厉害, 处在僻静攻击的中心, 不仅呼吸封闭, 连周身毛孔也尽数封闭了起来。 只见他身子低溜溜转了的圆圈, 一个长屁扑扑不绝地释放出来, 却竟然是一记变异了的魔艳滔天, 八, 九丈高的屁焰冲天而起, 灼浪滔天, 围成一个圆圈, 将陈天愁与楚山寒释放的恶屁隔绝开来, 并且屁浪汹涌, 俨然有反扑之势。 这两个老头, 谁也不肯相让, 眼见的阵仗越来越大, 狐不归站在云端, 不免有些担忧, 只怕这番屁味会流散百里, 熏晕众多生灵。 不由的暗运龙气, 提纵身形, 一溜烟在虚空中奔走起来。 狐不归一边奔走, 一边双手挥舞, 施展开玄青刚风, 呈螺旋形奔走不息。 只见一个旋风, 随着狐不归的奔走, 越聚越大, 最终竟然形成了一个石余杖粗细的巨大龙卷风, 不断地吸入旋风之中, 带上高空。 楚山寒和陈天仇, 只觉得自己真缘控制的屁流, 被一股莫大的力量牵引着向上升去, 便是凭他二人的修为, 也莫能与之抗衡, 不由的心念一放, 收拾不发。 转眼功夫, 满谷刘慧, 进阶被那股巨大的龙卷风吹走, 顿时天清地净, 一仙谷又恢复了本来面目。 两个老家伙不约而同, 心中巨石一惊, 怎么这小子似乎是越来越厉害了, 居然可以施展这种手段来化解他们的屁战, 却不知道这小子究竟吃了些什么? 难道吃了仙屁不成? 且不管这两个老家伙古怪荒谬的想法, 却说杨伯远等人远远看来, 也都是一阵心惊。 既为二老搞出这等阵仗而惊叹尴尬, 更为胡不归竟然有这等手段而惊叹欢喜。 张富贵喃喃地道, 老胡这小子似乎又厉害了些啊。 还好飞行术老子还是比他强一点点。 楚, 陈二人掩齐息骨, 罢手不战。 楚山寒哼了一声, 甩甩乱七八糟的头发, 拖着被屁崩破的阔, 神采奕奕地走回了自己的单房, 光当将门关上了。 陈天愁则是呆呆地看了片刻, 突然哀哑一声, 道, 老子裤子怎么破了? 是说, 屁股有些受风呢? 众人顿时绝倒。 待这场胡闹停息过后, 杨伯远才仔细问起胡不归等人此来所为何事。 张富贵首先扭捏起来, 装作欣赏风景, 拖着小胡走出了茅屋。 胡不归黑黑一笑, 将杨伯远拉到一边, 对他说了想让富贵重获男儿身的打算。 杨伯远皱眉道, 此事说意不意, 说难却也不难。 胡不归问道, 哦, 此话怎讲? 杨伯远道, 我一先一流所中的便是气与气。 气者, 乃先天阴阳二气也。 气者, 身体皮囊也, 在二气之所在。 您那朋友气之受损, 所以阴气胜而阳气弱。 若想恢复男儿身, 首先需扭转阴阳, 聚集纯阳之气, 压倒悬阴之气, 此为内修。 除了内修, 还需外补。 根气却不能够凭空生出, 则需要去别处, 陈炳, 以根介于他处。 内外两层, 双管齐下方, 有望恢复他的男儿身。 此事我一人去坐步的, 须得叫上我师兄才成。 胡不归道, 这个好吧, 楚大伯那边就交给我了。 说着, 就笑嘻嘻地走出了茅屋, 正瞧见将耳朵贴在墙上偷听的张富贵, 不由得一笑道, 富贵, 走, 跟我一起去请那个楚大伯过来给你瞧病。 小虎蹲在富贵尖头懒洋洋地打着哈欠, 一副势不关己的态度。 富贵低声道, 老胡, 那个老头我看古怪的景, 他有能耐把我的病看好吗? 胡不归道, 这个你可就有所不知了。 你知道他是谁? 他可是一仙杨伯伯的师兄, 当代炼丹大家, 他随便一颗丹药, 就能起死回生, 一斤洗水, 更有诸多神奇功用。 方才你瞧见没, 他不过是用了两枚丹药, 就搞出那么大的阵仗来。 你说他行不行? 没有他的帮助, 你这辈子, 可就别想再养鸟了。 说着便拉了富贵奔向楚山寒的丹房。 富贵心道, 我就瞧出那老头放屁有两手, 别的可就真瞧不出来了。 心中这般想着, 却也紧跟胡不归来到丹房门前。 胡不归光光光地敲门道, 楚大伯, 快开门! 门吱压一声开了, 却从门缝里挤出一个硕大的猪头来。 倒把胡不归和张富贵吓了一大跳。 张富贵心道, 莫非这老头又撤什么古怪丹药, 竟然变成了一只猪头怪不成。 小虎倒是眼睛一亮, 心道, 有去有去, 老头变山猪了, 不由得嘎嘎怪笑起来。 只见那猪头笑眯眯地看着胡, 张二人一道清亮的咸水自大嘴之中躺了下来。 突然门内砰的一脚, 将那山猪从门内踢了出去。 道, 二傻, 别堵着门口, 叫小胡他们进来。 说话的却正是楚山寒, 那山猪二傻在地上打了个滚, 站起身子, 依旧是一个痴呆呆, 笑呵呵的模样, 看着胡, 张二人。 张富贵瞄了一眼那山猪, 又看了看屋内, 心中越发地不踏实起来。 胡不归却哈哈一笑, 拉着张富贵走了进去。 楚山寒埋头在一堆瓶瓶罐罐之中, 屋子正中央, 一顶铜炉烧得正热, 一缕若有若无的香气, 伴随着一阵嘶嘶之声, 自铜炉中传了出来。 楚山寒头也不抬得问道, 小胡, 你小子这次来, 又想从老子这里搞点什么走啊? 胡不归笑道, 楚大伯, 老胡这次来, 却是想请你老人家帮忙的。 说着, 就将此行目的说与楚山寒听了。 楚山寒听完之后, 摇头道, 你们外面这些人啊, 真是没事找事。 费劲巴拉地割了去, 现在又想接回来。 你们倒这是容易的事吗? 张富贵心中怒道, 谁他妈想被割了去啊? 你这死老头, 难怪不得老陈要与你斗屁呢。 怎么没一屁把你熏死啊? 嘴上却什么也不敢说, 生怕惹怒了这股怪老头, 到时候不肯给自己治病。 楚山寒一把揪住张富贵的手腕, 一道真缘钻了进去, 窥探内情。 只见他乱眉向上翘了翘, 脸上神色颇为缓和, 道, 嗯, 还不错, 居然有了些你们青城派的修为根基, 这就好办多了。 若是普通凡人的老胡, 你们这趟算是白跑了。 说话间突然一伸手, 拉开了张富贵的裤带。 张富贵大惊, 死死攥住库不肯撒手, 急道, 你做什么? 楚山寒翻了个白眼过去, 道, 你不叫老子看看下面, 又如何给你治病? 看不出你这小家伙, 还挺害羞的呢。 说吧, 便与趴在富贵尖头的小虎, 一起嘎嘎地怪笑起来。 一面笑, 一面强力扯开富贵的库, 朝里面瞥了一眼, 说道, 小胡, 咱们还得去跟博远商量一下, 他主内, 我主外, 这小子的男儿身道也并非全然办不到, 且试试看吧。 说着, 带了狐不归等往外走去。 富贵一听, 恢复男儿身有望, 不由得一阵欣喜, 连忙提了括, 跟在两人身后。 出的门去, 狐不归随手一指, 那依旧痴呆呆站在门口的山猪二傻道, 楚伯伯, 你怎么开始养猪了? 楚山寒一指小虎道, 你可以养妈, 我就怎么不能养猪呢? 说着回身对那山猪喊道, 二傻, 把家看好了, 别叫什么古怪老头溜进去了。 那二傻痴痴呆呆, 也不知道听懂没有, 依旧流着口水, 幸福地笑着张富贵和狐不归同时心道, 你可不就是个古怪老头吗? 梅清雪等人, 自在杨伯远的茅屋中, 隐插歇息, 而杨伯远, 则与楚山寒, 张富贵和狐不归四个, 则为在屋外大清石旁探究一致之法。 杨伯远道, 这位张兄弟的内气, 就交由我来调理了, 师兄, 烦劳你取一颗纯阳正气丸于我, 我再以三阳手, 为他梳理经脉, 扭转阴阳, 这补气的任务, 可就要靠师兄你了。 楚山寒摸出一颗丹药, 递给杨伯远道, 补气却也不难, 只是去哪里寻一根合适的陈柄呢? 说着, 眼睛不由自主地瞟向远远站定的山珠二傻。 狐不归和张富贵不由地一哆嗦, 狐不归道, 您老不是想把那山珠的, 给富贵装上吗? 楚山寒撇嘴道, 那你说装谁的呀? 想要接上个人的陈柄, 那可更加难寻了。 说着, 一双眼睛飘来飘去, 却在狐不归和杨伯远等人的下身飘移不定, 只把狐不归和杨伯远看得冷汗连连。 张富贵却道, 我可不要那头山珠的东西, 打死也不要。 狐不归立即道, 富贵, 别着急, 我出去替你找个好的去。 说着, 就甩掉楚山寒一双古里古怪的眼神, 一溜烟逃了出去。 而杨伯远也拉着张富贵道, 小兄弟, 走, 咱们进屋疏通经脉去说着, 也拉了富贵躲了出去, 留下楚山寒一个, 蹲在大清石下四处张望寻找陈柄。 却说杨伯远将富贵领到一间僻静的茅屋之中, 叫他盘膝坐定, 又取了纯阳正气丸叫富贵服下。 纯阳正气丸一落肚, 张富贵就感觉到一团烈火在小腹中燃烧起来, 一股热气从丹田处向四周扩散开来。 随后, 就感到有一股温润的气息自顶心灌入, 引导着那团热火向自身经脉流去。 于是, 不由的也运起青城三清气, 随着那团火热一同运行。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张富贵之感觉全身一阵燥热, 似乎每一寸肌肤, 每一滴血液, 每一块血肉都在燃烧, 都在生腾着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欢乐, 一种不同于往日的感觉自体内生发出来。 张富贵觉得自己似乎是变了。 他缓缓睁开眼睛, 只见自己周身大汗淋漓, 水泼一般的模样。 而杨伯远早已坐在一旁, 闭目调膝去了。 富贵悄悄摸了摸, 自己还是个小太监, 并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方才的感觉是那样的清晰,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却不懂了。 就在此刻, 只听外面一阵嘈杂。 富贵站起来, 走了出去。 只见屋外一只斑斓猛虎, 正被一只屁股压在身下。 那猛虎吼声不绝, 奋力挣扎, 却哪里正得拖那屁股的重压? 屁股的主人, 正是出去寻找陈炳的狐不归了。 他笑嘻嘻地对旁边的楚山寒和张富贵道, 这个大家伙正在行凶伤人, 恰好被老虎补个挣着富贵, 你瞧着物件可还满意吗? 张富贵歪头向那猛虎下身看了一眼, 立即道, 这个, 这个未免也太大了些吧, 只怕将来走路不大方便啊。 楚山寒却道, 不打紧的, 这物件老夫还要打底修整过后, 才能给你用吗? 我瞧着这东西不错, 也算是对这孽楚行凶伤人的惩罚了, 这也不算有为天和。 富贵啊, 你若是不愿意要这个, 那就只好委屈二傻, 把他那根给你了。 张富贵心道, 跟那山猪比起来这老虎的根气, 总是要好很多的, 看这架势要个人根, 那是没戏了, 便一咬牙道, 那就这根吧, 总好过什么也没有。 楚山寒笑道, 这就对了, 线下, 你还体会不到这事物之妙, 日后你自会对我跟老虎感激不尽的。 说着一挥手, 只听那猛虎一声哀嚎, 已然被去了市, 却见楚山寒指甲一弹, 一仙药墨子落在伤口处, 转眼就止住了血, 那伤口也正迅速地好转。 楚山寒提拎着那一大嘟鲁物件, 说道, 小胡啊, 放了这孽畜吧。 接着, 富贵就被楚山寒带进了单房, 这次却是连胡不归也被关在了门外。 片刻过后, 就听见单房内传出张富贵的一声惨叫。 胡不归倒是不以为意, 只是好奇这楚老头将会如何施法。 倒是杨伯远竟然有些紧张。 胡不归笑道, 杨伯伯, 你那么紧张做什么呀? 杨伯远看了看门口傻站着的二傻道, 你看见没? 那二傻就是叫你楚伯伯给整成那副怪模样的。 这二傻是上次为了研制新丹药, 师兄上山去抓的一头山猪。 没吃师兄的丹药之前, 这山猪也是活蹦乱跳的, 待吃过之后, 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师兄有些过意不去, 这才将他收留了下来。 胡不归一听全身暴寒, 也忍不住替富贵担心起来。 却听杨伯远诱道, 哦, 对了, 上次师兄说是要研制一种, 叫人吃了会变聪明的药丸。 你瞧那山猪, 两人不由向那山猪看去, 却见他傻兮兮地咧开大嘴, 冲着两人傻笑。 与此同时, 又是一声富贵的惨叫传了出来。 胡不归和杨伯远同时奔向单房, 却见单房的门光地打开了。 楚山寒笑嘻嘻地背着手, 从里面走了出来。 第106章, 怒战。 胡不归和杨伯远迎上前去, 问道, 怎么样了? 楚山寒笑而不语, 静白白手牵着山猪二傻走开了。 胡不归和杨伯远望着洞开的单房大门, 却见慢慢地, 有一个人从里面挪了出来。 先是屁股伸出门外, 而后再是一个背脊, 只见张富贵夹着两腿, 慢慢从单房中后退着挪了出来。 胡不归问道, 富贵, 你咋样了? 张富贵慢慢转过身来, 只见他裤裆处鼓起一个西瓜大小的包, 脸上则是一脸的扭捏尴尬, 混合着兴奋和疼痛, 当真是表情丰富。 杨伯远一见, 便知修复术成功了, 微微一笑, 走开了。 胡不归和小虎却没有杨伯远这等涵养, 一见张富贵这等怪模样, 忍不住嘎嘎怪笑起来, 两个家伙笑倒在地, 一个用拳头不住的垂击地面, 另一个则是用猫爪拍个不停, 却都是连鼻涕眼泪都笑了出来。 张富贵怒道, 笑什么笑? 你们吃了屁了吗? 这么高兴? 胡不归爬起来, 擦干眼泪鼻涕, 拍了拍张富贵的肩膀道, 恭喜你啊, 富贵, 你终于又变回男人了。 真诚的笑容, 阳光一般地浮现在胡不归的脸上, 让张富贵的心头充满暖意。 小虎也夹着后腿蹭过来, 拍了拍张富贵的裤裆, 却听富贵熬的一声叫了起来, 伤口还没好呢。 你拍什么你拍? 小虎一吐猫舌, 搜得窜进了茅屋之中。 梅四等人, 也走出来向富贵道喜。 梅清雪女孩子家, 不好意思过问这等事, 过而留在屋内, 揪着小虎不放。 陈天愁却晃过去, 瞟了一眼张富贵裤裆上的大包, 道, 偷了多少东西啊? 你这小子! 说吧, 摇摇头走开了。 张富贵沉浸在重获男生的喜悦之中, 却也不与他怂气, 指着陈天愁的背影道, 道该给他致志这健忘的毛病。 胡不归摸摸脑袋, 道, 就是啊, 来了一仙谷, 还不给这老头看看。 说着, 就去找杨博远商量。 杨博远却摇了摇头道, 小虎啊, 你还真把我们当成是神仙了呢? 你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治呢? 陈老这病却并非寻常啊。 他这健忘症乃是强行修炼某种玄弓时造成的后遗症, 若想给他治病, 那就先需要费了他一身修为才能失治, 即使这样也不一定就能治好。 要是这么容易, 上次他来, 我就给他看好了。 胡不归叹了口气道, 这么说, 就只有让他继续糊涂下去了呀。 说完这句话, 他却突然又乐了, 道, 不过这样也蛮好的, 他现在这样才比较可爱。 杨伯远也摇摇头笑了, 他是怎么也想不出, 陈天愁这样一个糟老头子可爱在什么地方, 却听胡不归佑挨压一声喊道, 富贵, 重获难而生, 这倒是该好好庆祝一下。 杨伯伯, 你这一仙谷里, 可有酒没有? 杨伯远笑骂道, 你这个小酒鬼, 就知道你总会寻个借口喝酒的。 我这谷里就只有药酒, 你们喝也不喝。 这杨伯远虽是谦谦君子, 却更是个敦厚长者, 对胡不归这等顽劣孩子, 却很是温和。 胡不归笑道, 只要不是楚伯伯泡的药酒, 那也是喝得的。 话语未必, 却听光当一声, 一个鞋底子正砸在胡不归后脑勺上。 只见楚山寒光着一只脚骂道, 小兔崽子, 又在背后说老子什么坏话呢? 胡不归一吐舌头, 口中喊了一声, 我去寻些野外回来。 身子化为一道虚影, 飞也似的逃进了山林之中。 两个时辰之后, 一阵阵香气自一仙谷中飘了出来, 竟然引得许多原本被屁熏跑的小兽, 又纷纷跑了回来, 探头探脑地向谷内张望。 这自然又是厨艺超群的梅斯哥的手段了, 谷中众人各个喜气洋洋, 胡不归等人, 自然为自己的伙伴富贵, 重获男儿生而高兴。 楚山寒和杨伯远, 却因为又连手医治好了一名病患, 而高兴。 最高兴的, 自然莫过于是张富贵了, 一张嘴巴, 笑得咧到了耳朵根, 只是楚山寒和杨伯远, 却不许他饮酒。 说是, 至少还要再过七天方能饮酒, 算是有些美中不足。 他感慨地低头看了看, 被包裹得像个西瓜的下身, 想到自从遇上胡不归等人, 自己的命运就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一个最卑微的小太监, 变成了一个身怀艺术的修士, 不由地充满感激地, 朝胡不归, 梅斯等人看了过去。 却见胡不归, 梅斯和小胡眼皮也不抬一下, 正甩开腮帮子, 狂吃烂喝, 根本就没空与他这位正主交流。 最可气的是, 陈天愁着老头, 不久之前, 还把富贵当成是偷东西, 往裤裆里藏的贼, 现在, 却左手肉右手杯, 胡吃海喝起来, 丝毫也不逊色于胡不归等年轻人。 而与他斗屁的楚山寒, 原本并非一个狂吃客, 此时却为了与这老头一争高下, 竟然也不要命地狂吃起来。 这根本就是, 借着为他庆祝的名义吃喝吗? 张富贵立即也加入战斗, 双手各抓一只山鸡腿, 狂啃了起来。 看着这群半点斯文都没有的家伙, 杨伯远和梅清雪摇摇头, 相视一笑, 举住自扒, 久之翻飞的手爪中间, 神态安然地取些菜肴, 丝丝闻闻地品尝起来。 一片血鸡肉入口, 杨伯远禁不住点了点头, 朝正在狂吃的梅寺看去, 目光中有家许的神情, 杨伯远道, 梅贤直这烹调手艺, 当真是神妙。 更为难得的是, 此道菜肴之中, 加入了中药百合, 又有了滋补作用说起来着, 药膳也是大有学问的, 却不知道, 梅贤直对此刻有研究。 梅寺一听, 有人与他探讨厨艺, 连忙放下手中筷子, 道, 杨伯伯, 我对药膳也只是略知一二, 杨伯伯是当时大一家, 倒想请教杨伯伯, 这药膳中的学问呢。 杨伯远微微一笑道, 这药膳也是因人而异的, 却不是人人吃了都好。 比如这位张贤直, 就该吃些补肾壮阳的药膳, 比如, 八几度重海龙瘦肉汤, 或者生熔鸡肉汤, 虫草枸杞, 淮山羊肉汤等温肾壮阳的菜肴。 而这位梅姑娘, 则该吃些冰糖燕窝炖乳鸽, 荔枝鸡爪汤等养颜润肤的膳食。 而药膳不只是因人而异, 更是随季节不同, 而要变换不同的菜肴, 四食之需各有不同。 食材与药材的搭配, 更是变化万千, 至于调味火候, 那可就是你的学问了。 每次听完杨伯远这番话, 历史起身, 恭恭敬敬地给杨伯远锯了个功, 道, 多谢杨伯伯指点。 杨伯远笑道, 不必多礼, 梅贤侄, 老夫这里, 有一本, 一仙善实录, 你拿去钻研钻研吧。 说着递给梅思一本书卷, 又道, 今日你们所饮的药酒的配方, 也在这, 一仙善实录中, 老夫留着这书也没慎用, 道不如赠给你这位神厨, 叫你的厨艺更上一层楼。 梅思心中感激, 又要行礼, 却被杨伯远拦住了, 却见胡不归等人, 已经纷纷吃得肚儿溜圆, 正惬意地仰在椅子上, 打着宝格。 陈天愁和楚山寒, 这两个怪老头, 也是吃得如同古度的蝉雏一般, 瞪着两双老眼, 却是吃了个不分胜负。 楚山寒瞥了一眼陈天愁 胀股股的肚子, 黑黑一笑, 丢了一颗化石丹在肚里, 只听他肚子咕噜噜一阵响动, 随后他那个皮球一般的肚子, 竟然神奇地扁了下去。 陈天愁哼了一声, 一夜过后, 只听门外暗影处一阵扑扑爆响, 随后便隐隐有恶臭传来。 不多时, 便看到陈天愁笑嘻嘻嘻地 一边系着裤腰带, 一边无比惬意地往里走, 一个大肚皮早已恢复了原貌。 众人看看, 这两个怪老头不禁绝导。 这一心的手段果然是神妙非凡。 一夜过后, 张富贵的伤口便已经愈合了, 楚山寒又为他拆去了厚厚的绷带, 一个裤裆这才坦坦荡荡得以见人。 杨伯远又教了他一套顾慎俱阳的功法, 叫他勤家练习。 而楚山寒更是拿出了许多壮阳的丹药来送给张富贵。 胡不贵一见富贵好了, 便嚷嚷着要走。 杨伯远笑道, 你这吼儿, 还是一刻也停不住。 胡不贵笑道, 杨伯伯这一仙谷虽好, 却不够热闹, 我们还是早些出去游玩得好。 其他人尚没说什么, 却见陈天愁催促道, 就是, 就是, 还是外面热闹些, 咱们赶紧走吧。 说着, 就拽了胡不贵等往谷外走去。 还没走几步, 却听身后楚山喊吼道, 死老头, 别跑, 竟敢在老子的无颜七叶花上拉屎, 老子跟你没完。 这时, 陈天愁已经哈哈大笑着, 拉起胡不贵向谷外飞去。 口中人物自喊道, 臭老头, 老子记住你了, 等老子下次来, 还跟你小子逗。 眉似等人一阵汗颜, 连忙架起法器, 跟着飞了出去。 云烟飘渺, 自脚底掠过, 胡不归展开双臂, 龙气如雨意一般舒展开来, 身形如鹰, 在高空上翱翔。 一阵气流从他双臂肩掠过, 他感觉到了风的承托, 一种动人的感觉在心中浮现, 每一丝气流的变化, 每一个角度的变幻都逐渐地明晰起来。 这是对风的驾驭。 只见胡不归的速度也似乎并不甚快, 却洒脱至极, 不紧不慢地, 登在众人后面, 一副轻松血液的一态。 不论众人如何加速, 催发法宝飞行, 却总是甩不掉乘风而行的胡不归。 似乎他仍有余力, 飞得更快一些, 却只是步紧不慢地偏然而行。 张富贵坐在他那柄大木剑上, 摇头叹息道, 终于叫这小子练会了飞行术了, 看来, 我还得去找我小师傅, 学些别的法术了。 梅清雪却道, 富贵啊, 从前没跟你说, 你可知道, 这清澄派乃是道家主流, 道家正统, 门规森严, 像你这般没有正式拜师入门, 却学得了清澄法诀的本来就是范锦。 那小九年纪又小, 自然不知轻重。 而胡不归这个家伙, 却又全然不拿规矩当回事。 但若是清澄派的长辈追问起来, 只怕是胡不归和小九都难逃责罚。 我看这项小九学法诀的事, 你还是暂时先停一停吧。 张富贵撅着嘴道, 不过是学些法术又有什么打紧的? 再说我可是诚心拜了小九做师父的, 大不了我在上青澄山正正规规的拜子就是了。 众人正说着, 却见一道轻隐缩地越过众人, 阴笋一般朝前方飞去。 隐隐听见地面上传来打斗之声, 低头望去, 只见一片山岭上泛起一阵烟尘, 隆隆声中, 只见许多参天巨木轰然折断, 滚落山底。 胡不归从云端急冲下去, 风声如丝, 人影如电。 众人紧随其后, 飞了下去。 却见山岭上一处断崖前, 守着一名全身是血的道士, 双掌翻飞, 一道道历刃般的刚风脱手而出, 劈向对面一团黑影。 这道长静赫然是胡不归的诗书, 天风道长。 在天风道长身后凹陷的崖壁底下, 还躺着天狱, 天龙两位道长。 而天运道长则是守在另外一侧, 玉霄挥舞, 一阵阵清城三清气, 挡住了侧面进攻的两名黑衣人。 眼见的天风, 天运两位道长, 攻势灵力, 却都只是强攻之末了。 那从正面攻来的黑影飘飘乎乎, 却是一个身材高瘦的黑衣老者, 却见他鬼魅一般晃动着, 天风道长的数十道锋刃便尽数落空了却, 见他毫无阻碍地冲向天风道长, 左手画圈, 一道暗龙弃圆转如圈, 荡开了天风道长的门户, 又全紧跟着笔直轰向天风道长的胸膛, 这一击足以开山裂地, 而天风道长却已经无力阻挡, 眼见着一个拳头越来越大, 不由得一声暗叹, 心道, 此声便再次了结了吗? 不由得眼睛一闭, 却听见砰的一声响, 一道人影挡在了他的面前, 比岩石还要坚硬, 比山岳还要沉稳, 这个人替他挡住了这致命的一拳, 天风道长睁开眼睛, 看到的竟然是一个熟悉的背影, 没想到, 这个当年背着猪腿上山的少年, 此刻竟然救了他一命, 一团蒸腾的杀气, 从狐不归的背影上冲天起, 这还是那个天风道长平日里看惯的顽劣, 而纯真的不归吗? 只听那黑影褪却着疑了一声, 阴森森地道, 小子何人? 却见狐不归野兽一般地冲了出去, 又全在空气中急速激出, 空气骤然升温, 狐不归口中吼道, 我是你祖宗, 话音未落, 已经一拳打了出去, 天风道长虚弱地叫道, 不归小心, 他是乌神道, 那团黑影正是一路追杀天风等人的乌神道, 乌神道是何等身份, 竟然被一个从天而降的后生小子挡住了一拳, 自然是惊怒交集, 眼见的这天风已然不知, 他这一拳原本也只用了五成力道, 多一份他也不想浪费, 却没想到, 竟然被狐不归生生给挡了回来, 不由得一针心惊, 更听狐不归那一句, 我是你祖宗, 更是一股怒气直往上冲, 却见眼前这小子, 似乎比自己更愤怒, 咆哮着直冲过来, 心中冷笑一声, 有勇无谋的满汗罢了, 随即稳稳站定, 只等着狐不归这一拳打过来, 天空中, 梅四等人尚未降落, 便感到了狐不归那滔天的怒意, 这种愤怒, 似乎从来没在他身上出现过, 就连与傲双散人单条, 以及南唐秋将清雪挟持时, 也不见狐不归这样的愤怒, 只见狐不归像一头野兽般地, 扑向了一名甘兽老者, 耳膜里尽是狐不归的咆哮, 杀意浓重, 逼人心魄, 而陈天愁看了那老者一眼, 忍不住一泪一声, 朝着狐不归与那老者中间降落下去, 梅清雪却瞥见另一侧的天运道长, 被一名魔教教徒碰得一掌打中右胸, 天运道长脸色一阵潮红, 却生生将一口鲜血咽了下去, 稳稳地挡在天龙, 天愈身前, 半步也不肯后退, 梅清雪双手连弹, 秦思绝脱手而出, 石道流光射向那两名魔教教徒, 狐不归的心中怒火熊熊, 在青城山中转山的日子里, 这几位都算得上是他的师父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看着浑身是写的众位师书, 狐不归顿时发狂了, 如同风虎一般, 冲向对面那人, 他才不管对方是什么乌神道, 他只有一个念头, 撕碎眼前这个王八蛋, 炙热的拳头, 带着一腔的愤怒, 轰然打向那具甘瘦的躯体, 这一拳丝毫不比乌神道先前打出的那一拳逊色, 龙气蒸腾, 快遇闪电, 狐不归甚至感到自己的拳头即将撕开那老头的胸膛的肌肉, 凿向他的胸腔里, 但是, 就在龙气已经挨上乌神道的胸膛时, 乌神道默然向左斜移, 拳风擦身而过, 这一拳竟然落空了, 而乌神道的一根手指, 已经点向了狐不归的心窝, 这一指必无可避, 角度方位以及时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指缝更是犀利至极, 足以穿山洞时, 却听当的一声, 乌神道这臂中的一指竟然戳在了一块毫不起眼的破铁板上, 这样一指, 莫说是铁板, 便是便是金刚, 这一指也将给他戳个窟窿出来, 然而便是这样一块破破烂烂的铁板挡住了这致命的一指, 乌神道尖叫道, 玄魔铁, 陈天愁, 你身为魔教同门, 竟然帮起外人来了, 却见陈天愁若在两人之间, 挥手收了那铁板, 道, 我呸, 乌神道, 你少给老子装糊涂, 当年若不是魔君有难, 你却借故远顿, 导致魔君惨遭不幸, 自那天起, 老子便与你势不两立了, 你现在到来, 说什么魔教情义, 简直是大放狗屁, 乌神道飘然退开, 道, 当年是魔君命我出征西域, 却非我借故远顿, 更何况, 你当时又做什么了? 你天魔左使, 难道不是应该实时陪伴在魔君身侧的吗? 陈天愁冷哼道, 当年我是奉了魔君旨意, 去办一件大事, 却不能与你细说, 道是你个卑鄙小人, 明明自西域事情已经了结, 却迟迟不肯回来, 你道我不知道吗? 乌神道笑道, 你陈左使岂又不知道的, 就像现在你所帮的那些人, 他们都是若须老贼的徒子徒孙, 如果不是若须老贼设计, 魔君又岂能遇害? 你道当真是对魔君忠心耿耿啊? 反倒是我们这些, 一心想要为魔君报仇的人, 成了卑鄙小人了。 他这一番话, 直说得陈天愁哑口无言, 他回头看了看受伤倒地的天风等人, 又看了看叙事待发的胡不归, 心头一阵翻腾, 却不知道, 是继续帮胡不归等人, 还是历时杀了天风等人, 为魔君报仇。 君恩难报, 而小胡的友情也不容轻叛, 一时间, 陈天愁陷入了天人交战的境地, 却听胡不归侯管里, 发出了深沉的吼叫, 随后他说道, 老陈, 你且退开旁观, 今日算是小胡我, 欠了你个人情, 日后定当报答。 说话间身形一闪, 绕过陈天愁, 重新站在了巫神道的面前。 陈天愁暗叹一声, 走开了。 梅四和张富贵, 却一线一厚地冲了过来, 却听胡不归喊道, 四哥, 富贵, 这是我青城派的事, 你们都别插手。 梅四身形停滞, 而张富贵却喊道, 老胡, 你别忘了, 我也是青城派的弟子。 只听耳边轰然一声巨响, 却是胡不归, 已经与巫神道对轰一拳, 余波便击碎了拳风周遭的山石, 威力惊人。 张富贵信中一寒, 顿时喊道, 我去帮清雪对付那两个家伙去。 说着, 立即奔向了梅清雪一边。 一拳过后, 胡不归咯噔噔连退了十余步, 方才止住身形。 此刻他已经完全狂怒中冷静下来, 他冷冷地看着巫神道说道, 我一定要打倒你。 一股强大的自信从胡不归的身上透了出来。 不管对手是谁, 也不管对手究竟有多厉害, 无惧无畏的斗志和毕生的信心在不断的战斗中成长起来, 无数次的倚弱胜强使他坚信自己一定能打垮任何对手。 第107章 落败 春寒料鞘杀气在早春的山岭上蔓延开来, 纵横驰骋。 一只山雀在无边的沙气中迷失了, 慌乱地从一只老梅上阵翅飞起, 划出一道弧线, 自两股沙气之间穿过。 啪的一声轻响过后, 那山雀化为一捧积粉, 随山风荡去, 了无痕迹。 就在此刻, 胡不归终于动了。 龙气如枪, 锐不可当, 笔之刺向巫神道的胸口。 那龙气幻化成有如实质的长枪, 枪间闪烁不定, 四千万点寒星同时奔向一处, 又四一颗寒星骤然爆裂成千万点, 如真似幻, 不可捉摸。 这是梵天宝典中的功夫, 自许清清的狼牙神剑, 开启了一部分的密藏之后, 胡不归自其中, 领悟到了不少真元妙用的法门, 这星云枪便是其中之一。 只见胡不归的枪势刚猛成熊, 却又不失法度, 周身上下没有丝毫破绽, 巫神道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却想不出, 这个方才鲁莽冲动的小子, 怎滴片刻之后, 就沉稳了起来。 而他手中的招式, 更是见所未见, 不由得左手一引, 想要带开胡不归攻来的劲气, 右手叙事, 准备等胡不归稍露破绽, 就狠狠给他一击。 却不料, 他暗龙气刚一出手, 就被胡不归的枪尖死死缠住, 独龙一般地蜿蜒而来, 煞时便要刺上他的左臂了。 巫神道不敢怠慢, 猛地有引自觉, 变为冲自觉, 左手暗龙气直冲出去, 导向胡不归的星云枪。 只听痴痴之声不绝于耳, 却是胡不归星云枪连连挑刺数千计, 将巫神道的这股大力逐一化解, 却又是一次已若胜强的经历。 巫神道身子向后掠去, 心中不由地暗道, 这小子当真是倾城弟子吗? 怎么这般人物, 我巫神道门下, 竟然一个也没有? 看我那些农包徒弟, 除了老大之外, 没一个中用的。 他却不曾想想, 他那般徒弟又有几个是得了他真传的, 不过是他手中的棋子而已, 此刻却来怪徒弟不济。 巫神道心中感慨, 手上却没放松, 左手静气未静, 右手一记魔原刀气, 已经悄然消除。 只见黑芒一闪, 一道薄如蝉翼的魔气破空而出, 肖像狐不龟搏耿狐不龟手持龙气长枪, 当的一声将那道魔原刀气挑了开去, 虎口却一阵疼痛, 半边身子一阵酥麻。 狐不龟也不由得暗自心惊, 心道, 这老儿却比傲双反人厉害得多了。 却听狐不龟手中的龙气长枪, 自动发出一阵嗡鸣, 却像战士是遇上了劲敌之后, 兴奋无比。 引得狐不龟体内的龙气, 也是一阵欢腾, 狂勇奔流, 急于一战的情绪, 不禁感染了狐不龟, 只听他一声大喝, 长枪如棍, 砸向乌神道。 此时, 梅清雪已经将那两名魔教公向天运道长的好手困住, 张富贵则在一旁, 手持轻光笔, 不时发出一道凌厉的剑气, 偷袭那两名魔教好手, 搞得对方阵脚大乱。 而天运道长再也支撑不住, 坐倒在天龙道长身前。 至此, 清城派武道全部尾盾在地, 各个受伤倒地。 其中有以天运道长, 和天龙道长受伤最重, 看那样子, 便是伤愈也要折损数十年的修为不可。 天风等人自明山德拖出来时, 已经是各个带伤, 更是惦念二师兄天玄真人的安危, 飞行也大不如往常训捷。 没飞出多远, 便被乌神道和他的两名手下追上。 在接连数场恶斗之下, 更是伤上加伤, 一路且战且退, 苦苦支撑, 直至此刻。 却见这个往日青城山最不争气的失职, 竟然在这紧要关头, 从天而降, 并且显示出了, 叫他们震惊不已的非凡实力, 心中实在是又惊又喜。 尤其是看着这孩子, 因为他们受伤而狂怒不已的神情, 不由得各个心中生出一片暖意, 直至此刻, 寻到心中都道, 大师兄果然是非凡之人, 他选的徒儿, 都将我们的那些弟子比下去了, 这份见识, 却不是我们所能比的。 梅四有些不知所措, 眼见的梅清雪和张富贵, 便已经足够对付那两名魔教高手, 而老胡又不准他帮手, 便站在天风道长身旁, 护持守候。 而陈天愁, 却依旧现在矛盾挣扎中, 不能自拔, 一时间想要冲上去, 杀了这几个青城派的牛鼻子, 一时间, 却又想上前帮胡不归打跑乌神道, 愁愁良久, 却始终不得其所。 只见胡不归挥舞龙气长枪, 枪影如山, 劈头盖脸地朝乌神道打去。 乌神道有心看看, 这小子究竟还有多少奇异本领, 故而双掌翻飞, 只是一一将胡不归的攻势弹开, 却并未展开攻势。 原本胡不归神识中埋藏的星云枪, 也只是寥寥数招而已。 更多的却是记载的, 如何化缘为枪, 又如何将这真缘组成的长枪变换驱使。 因此, 用过数招之后, 招式已尽, 而枪是更胜, 却是不得不发。 略一停顿, 就叫胡不归胸口一阵淤堵, 难受已急。 只见他双手攥住枪柄末端, 呼的就是横扫出去, 倒像是寻常武林中的一招寻常的横扫千军。 然而此招一出, 顿时胸口淤堵力时消退, 周身静气配合着这一枪的走势, 奔腾而出, 犹如水银泻地一般, 挥洒出去。 长枪沿着一道横向威胁的轨迹挥了出去, 奔雷一般气势磅礴, 不受丝毫挂碍, 这看似简单到了极点的一招, 却是真正的反扑归真了。 一动念间, 那长枪已经触及乌神道的护体魔器, 一阵刺痛透入乌神道的肉身, 叫他不由的一阵心惊, 连忙施展魔宗魅影部, 想要躯避开去, 却已然迟了片刻。 只听扑的一声, 龙气枪间撕开乌神道的护体魔器, 在他的肩头, 划开一道口子, 灯时鲜血长流。 在一时疏忽之间, 乌神道竟然伤在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后背小子手上。 只听的一阵隆隆之声, 却是乌神道身后一片松林, 被这一枪横扫而过, 百余棵巨树轰然折断, 隆隆滚下山去。 胡不归一招得手, 心中一喜, 立即手腕一翻, 长枪独龙一般钻向乌神道的心窝。 乌神道向后击退, 却见那龙气长枪竟然自动伸长, 紧追不舍。 眼见的枪尖就要触及到乌神道的胸口, 却啪的一声, 竟然被乌神道一把攥住了枪尖。 胡不归双手一宁, 想要挣脱乌神道的手掌。 那长枪却仿佛与乌神道合为了一体, 竟然纹丝不动。 单论实力而言, 乌神道强过胡不归甚多, 能利于不败, 胡不归已经是侥幸了。 与此同时, 只听铮铮数声情音联响, 数点寒心在那两名魔教好手胸口炸开, 紧接着又是两道寒光一闪, 却是张富贵趁那两名魔教弟子受伤之际, 一刀一个将两人料理了。 张富贵对着那四节尸身哈哈大笑道, 老子乃清澄派不醉真人门下大弟子, 而等蜀辈快快跪地投降吧。 这话直听得清澄派天运道长等人一头雾水, 却不知哪里来了个不醉真人。 难道说, 那个乖巧懂事的小九, 竟然说了这么一个古里古怪的大徒弟, 而远处山岩之上, 一个轻衣老妇, 面色如水的, 静静看着山坡上这场打斗。 口中喃喃地道, 难怪奶奶说, 这孩子非是池中之物, 短短时日, 竟然精进如丝, 竟然可以与这乌神道斗上这许久, 当真也算得上是个奇才了。 只可惜人妖有别, 你越是厉害, 只怕日后与我腰泪越是不利啊。 说话间, 那老妇人不住地摇头, 似乎有什么事儿, 甚难抉择一般, 却与那陈天仇有几分相似。 乌神道双手抓住枪头, 猛然一抖, 一股大力激荡而出, 自枪头一端嗡嗡传来。 胡不归只觉得全身巨震, 五脏六腑之中, 真圆激荡, 犹如一柄柄小刀, 在体内横冲直撞, 疼痛难忍。 而体内龙气, 却越发地狂野起来, 竟然呼啸而出, 镜子冲向长枪之上, 强行迎着乌神道那庞大的静气逆流而上, 彰显着他争勇斗狠的特质, 却竟然不顾了胡不归的死活。 这外来的龙气与胡不归的心灵, 始终有这么一丝不能完全融合, 也就是这一丝丝的嫌隙, 变如水坝上的一个细小裂痕, 转瞬之间, 就可能是绝地的后果。 乌神道暗自宁笑着, 双掌紧握龙气枪头, 手上魔猿狂涌, 与龙气相抗衡, 却仍有余力, 悄然发出一道暗龙气, 习向胡不归的小妇, 而胡不归此时则是有苦难言, 一身龙气竟然自动冲出去了十之八九, 所剩的一点余力, 也翻腾着不得安宁。 眼见的乌神道那阴损的暗龙气, 自下方袭来, 却无力抵御, 但是他不能败, 他若是败了, 身后众位师叔的安危, 交与谁去? 只可狠着龙气在这个时候, 却不听自己的驱使了。 胡不归强行运转残存的龙气, 一道灵光在神石中闪现, 刹那间, 胡不归的心中没有了生死胜败。 事实, 一阵山风吹入了远处松林, 山风冷峻, 而松林挺拔, 风过时, 松林随风而动, 转眼那山风便消影得无影无踪了, 只留一阵松涛荡漾。 乌神道眼见的暗龙气, 灌入胡不归的小妇, 不由地一喜, 手上催发出一股更为强大的暗龙气, 冲向长枪上汹涌而来的龙气, 这古怪静气, 看似并不十分强大, 却极其凶悍, 似乎越是与之抗衡, 便越激发了这气息的彪悍势头, 却要以绝大的优势, 压倒这古怪真缘不可。 却突然双手剧痛, 竟是那龙气, 幻化的枪头上, 生出数十根尖刺, 骤然贯穿了他的双掌。 随之千百根龙气, 如真似缕般地, 沿着他的手掌经脉, 向上窜流。 乌神道急忙撤掌反攻, 却见眼前一花, 一个人影穿过眼前一切, 直接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只手掌按在了他的胸口, 乌神道大惊失色。 这是什么功夫? 与此同时, 一道微弱的气息, 自那手掌上发了出来, 尖针一般地刺入乌神道的心口, 若可胜强, 这是胡不归的法则。 时间对于高手来说, 虽然不能静止, 却可以将一刹那, 划分为千百分。 乌神道无疑是个高手, 他便在这千百分之一刹那, 向左侧了侧身, 便是这么一侧, 就避开了致命的坚真锋芒。 随后, 他的手一拳打在胡不归的胸膛上, 只听砰的一声, 胡不归的身子向后飞去, 直撞在身后山岩上, 顿时乱石崩溅, 一片狼藉。 天风道长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奈何受伤甚重, 竟然没有了半点余力, 他全力向着胡不归跌落的乱石堆爬去。 梅清雪第一个冲向乱石堆, 他不相信这个从来不肯服输, 也从来没叫他们失望的老胡竟然会落败。 更不相信老胡会死, 他那钢铁一般的身体, 以及他那比钢铁还要坚强的意志, 怎么会容许他死掉呢? 紧接着, 小胡, 梅四和张富贵也冲了过去, 他们同样也不相信老胡竟然会败。 只听了一声怒吼, 随着这声怒吼, 石杖魔艳冲天而起, 陈天愁红着眼睛冲向乌神道, 一挥手便是排山倒海般的滚滚黑浪砸向乌神道。 乌神道身形一闪, 飞上高空, 口中喊道, 陈天愁, 你这是在帮谁啊? 陈天愁叫道, 老子现在想明白了, 眼下老子就只做老子高兴做的事。 老子就想狠狠揍你一顿, 说着双拳如流, 向空中打去乌神道脸色一变, 他是深知这老头的厉害的, 若在平日倒也不怕他, 但此刻对方人多势众, 自己又被那怪少年所伤, 形势对自己确实大大的不妙, 顿时左手暗自画了一个魔影无踪符, 在陈天愁那千百拳即将砸在身上的同时, 消失在半空中。 梅清雪发疯似的, 用手, 刨着那堆乱石, 口中喃喃道, 你不许死, 你还没有打赢呢。 老胡, 我不许你死。 小胡, 梅四和张富贵也一并上前狂挖乱袍, 却在众人身后轰隆一声, 钻出一个人来, 只见他全身是血, 口中物字喊道, 乌神道, 老子还没死, 咱们再来打过。 只见他身子摇摇欲坠, 却强行站立着, 一双眼睛空茫茫一片, 只有一丝与生俱来的倔强在眼睛的深处, 未曾磨灭。 张富贵扭身喊道, 老胡, 你没死啊, 乌神道他跑了, 你不用打了。 说着, 便向胡不归扑来。 他这一句话说完, 只见胡不归的身子轰然倒地。 梅清雪和梅四等人也冲过去, 将胡不归团团围住, 却见他双目紧闭, 身上衣衫已经被鲜血浸透, 显然伤势十分严重。 梅四将胡不归抱到天风道, 梅四等人身旁放下, 立即从胡不归怀中取出一颗天妖续命丸塞入胡不归的口中, 又取了外父的伤药给胡不归止血。 众人一片忙乱, 却听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说道, 他死不了。 梅四, 清雪, 你们两个都在这里, 很好, 很好。 梅四等人扭头看去, 却见区长老竟然凭空而来, 在他身后还跟着两名天妖谷子弟。 梅四和清雪立即上前行礼, 区长老一挥手, 道, 罢了, 旁的回头再说, 我奉奶奶口谕, 特来召你们两个回谷。 好了, 咱们这边走吧。 说话之间, 区长老便像是梅乔剑天风等人一般, 看也不看一眼, 神情冷漠而俱傲。 梅四等人一听此言, 不由得心头一沉, 梅清雪道, 区婆婆, 请容我们再多单个一天, 我们将胡不归送回青城山就回去, 请您老开恩。 梅四也道, 区婆婆, 胡兄弟伤势严重, 我们确实不能这个时候走掉啊, 等我们将他送回青城山了再回去吧。 区长老冷笑道, 别说是一天, 就是一刻, 也不行。 这可不是老婆子能做主的事, 有什么不满。 你们回去跟奶奶说吧。 奶奶的旨意, 便是叫你们两个, 立时跟了老生回去。 你们倒是听也不听, 可不要逼我取妖母令出来。 区长老说到此处, 脸上神色异常严峻, 心中却暗叹一声道, 青雪啊, 你莫怪婆婆无情,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梅青雪和梅四一听妖母令三字, 顿时脸上变了颜色, 这妖母令一出, 青则被逐出天妖谷, 从此被族人视为异类, 重则立时杀无赦, 不留半点余地。 但是老胡这个样子, 叫他们二人如何能走? 只听一个虚弱的声音响了起来, 什么人在这里唧唧歪歪? 确实胡不归睁开眼睛, 斜眼看了看区长老, 只见他脸色分外苍白, 嘴角却挂着一丝笑容道, 又是你啊, 四哥, 青雪, 别跟他吵。 你们, 说到这里, 胡不归忍不住一阵咳嗽, 随后又道, 你们且先回去, 等我好了, 自去找你们就是了。 说完这番话, 便是一阵喘息, 像是费了很大的气力一般。 梅青雪揪着胡不归尖头衣衫道了一声, 老胡, 眼中已经沉满了泪水, 一番心思却无从说起, 不由得欲诛连连, 落了胡不归意见。 胡不归抬头望着梅青雪那双, 犹如冬日寒星一般的眼眸, 笑了笑道, 青雪, 老胡死不了的。 你放心吧, 我定会去寻你们的。 却听区长老催促道, 要走就走, 却怎么婆婆妈妈地说个没完? 梅斯拉着胡不归的手, 还想与他说什么, 却听胡不归咧嘴笑道, 四哥, 你们快走吧, 区婆婆他定然是尿急, 要赶回去方便呢, 不要憋坏了他老人家才好。 区长老大怒, 豁然转过身来, 瞪视着胡不归, 胡不归毫无聚色, 依旧是嬉皮笑脸地看着区长老。 却听陈天愁吼道, 悟那老婆子, 老子早就, 瞧你不顺眼了, 梅斯他们愿意走就走, 不愿意走你也休想, 把他们带走。 除非, 你能胜过老子这双手掌。 区长老自然瞧见了陈天愁施展的那招魔艳滔天, 知道此人魔功了得, 却也不肯就此服输, 双手自身后伸出, 还没出招, 一团妖气冲天而起, 眼见的两人这便要动起手来, 梅斯和梅清雪立即上前拦阻。 胡不归摇摇头道, 四哥, 你们先回去吧。 区长老一服衣袖, 转身就走。 梅斯和梅清雪无奈, 指得跟了他向山外飞去。 梅清雪人在空中, 却忍不住又回过头来, 却见一丝笑意, 始终挂在胡不归的嘴角。 泪眼婆娑中, 似乎看见胡不归向他们挥了挥手, 没来由的心中隐隐一痛, 却像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了胡不归身上, 再也要不回来了。 第108章 蜕变 眼见的梅清雪一行越去越远, 很快就消失在漫天云霞之中了。 胡不归这才身子一歪, 喷出一口血来。 方才的状态, 却全都是装出来的。 只见他脸色越发的苍白, 嘴唇上都没了血色, 勉力挣扎了一下, 倒在他诗书天风道长的怀中昏死过去。 陈天愁急不上前, 方要试探胡不归的鼻息, 却听天风道长说道, 且慢, 这位先生也是魔教中人吧。 陈天愁一愣, 随即傲然道, 正是, 老夫乃魔君麾下天魔佐使陈天愁。 道长有何见叫? 说话间, 一双眼睛如光似电, 瞪视着这一群奄奄一息的清诚道士。 天风道长明知道自己这一方, 无力与这魔教顶尖人物相抗衡, 却依旧傲然道, 先生与我等尊道不同, 自不相语为谋, 今日成蒙先生厚爱, 却是无福消受。 若先生没有旁的事, 便急请了吧天风等人, 才从夜魔手中的托。 而二师兄天玄道长, 至今生死未卜, 所谓恨乌吉乌, 对这这迟迟不肯出手相助胡不归的魔教前辈, 也是颇为不满, 更是秉承着清诚派一贯的蒸蒸铁骨, 不愿再受这魔教中人的恩惠, 就此说出这逐客的言语来。 陈天愁没想到, 这几个一根手指就能戳死的道士, 竟然骨头这般硬朗, 心中生气之余, 也不免按赞一声, 有骨气。 陈天愁哈哈大笑一声, 啊, 小倒是骨头倒硬得紧, 今日你等有伤在身, 老夫也不与你一般见识, 日后若是相见, 却要仔细了。 说吧腾身而起, 投身入了青天。 天愿道长勉励挣扎着坐起身子, 对着张富贵道, 富贵, 你当真是柳不罪的弟子吗? 张富贵连忙跪下道, 启禀师叔祖, 弟子是自己拜得不罪小师父为师, 却不干小师父和老胡的事。 若是师叔祖责罚, 便请责罚弟子吧。 天愿道长微微一笑道, 谁说要责罚不罪了, 富贵, 你且起来说话, 你既然要做青城弟子, 我便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可愿意。 张富贵连忙道, 弟子愿意, 弟子愿意, 请师叔祖下誓。 天愿道长缓缓道, 咱们青城派此刻, 救你一个尚未富商, 我瞧你来时, 也学会了遇见飞行的法诀, 烦恼你将我们几个, 送回青城山去吧。 张富贵道了一声, 弟子遵命, 便从地上拖出他那柄改良过的大木剑, 又将天风, 天愿等人一一抱上木剑, 又取了一根绳索, 将众人套在木剑之上, 以防众人伤势过重, 从木剑上跌落。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盘腿坐在木剑上, 运起法绝, 只见巨剑微微一阵颤动, 猛地腾空而起, 斜斜刺入蓝天。 天愿等人, 只觉一阵摇晃, 眼见的这柄不伦不类的巨木剑, 歪歪斜斜冲天而起,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一头扎下去, 不由得心中一阵嘀咕, 却不知道, 叫这古怪小子, 送众人回山, 究竟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只见那巨剑, 一路荡云扫风, 跌跌撞撞地, 带着提心吊胆的诸位道长, 向着青城山方向飞去。 众人巨势一脸忧色, 只张富贵一个兴奋异常, 颇为卖力地驱使着, 巨剑向前冲去。 青城依旧, 浮云无平, 主海松风依然如故, 而人世变幻, 却又见无常。 不过短短数日, 青城派便由胜而衰, 青城八道两个闭关, 五个身受重伤, 掌教真人天玄道长, 更是肉身消散, 只欲一抹幽魂, 身藏在六十四枚浮魔镜中。 天玄真人自与夜魔一战, 虽然重创夜魔, 然而自身真缘也消耗殆尽, 勉强驱使着那六十四枚浮魔镜, 飞回青城山, 中阴真缘消耗过剧, 而陷入了深沉的寂静之中。 天丰等人中, 以天玉真人和天龙道长受伤最重, 双双回山闭门养伤去了。 而天丰等人也闭门休养, 将教中事物交与孙不至暂时打理, 同时又有传言说, 魔教巫明宫准备大举进犯青城山, 一时间, 青城山中人人面带七七之色, 一种消沉的气氛在青城山上流毒一般的蔓延开来。 只有张富贵一个心有喜意, 终日跟在柳不醉的身后, 寸步不离, 口中不厌其烦地念叨着, 小师父, 小师父, 只把个小九儿搞得哭笑不得, 只得命令这个大徒弟跟他一道在万年莲池旁练功, 不许多言。 一阵早春的山风吹过, 松林一阵摇曳, 清新的松风吹向青寮洞。 在青寮洞前的大青石上, 胡不归盘腿而坐, 眼睛望着黑洞洞的青寮洞, 周遭一片寂然。 他在这里已经坐了许久了, 洞口是一个静置法咒, 叫人不得入内。 无论胡不归怎样呼喊, 卓不凡却始终没有露面。 看来, 这小桌子是下定决心要将体内折服的朱雀降服了不可。 胡不归静静地坐在洞外青石上, 面色如水, 一颗心却像是沉入水底的石子。 自与巫神道一战之后, 他第一次感到了挫败的滋味。 这是一种再强大的信心和再坚定的决心都不能挽回的失败, 是实力的悬殊造就的结局。 然而, 更令他感到不安的, 却是来自他体内的龙气, 这股龙气曾经彻底摧毁了他千辛万苦修炼的来的真元, 此刻又在摧毁着他继续修到的信心。 从来没有人用这等意见的真元修炼得到的。 更何况, 这桀骜不驯的龙气却并不完全听从他的驱使, 在心灵的层面上, 始终与他留有一道嫌隙, 这是无法弥补的裂痕。 那么, 他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师父闭关不出, 掌教师叔天玄化为一堆不能说话的浮魔镜, 众位师叔全都闭关疗伤, 小桌子更是足不出洞, 将自己封闭在清寥洞的最深处, 苦苦修行。 小九年纪太小, 富贵修为太浅, 那么究竟还有谁能与他商量商量? 一种全所未有的孤寂与沮丧营绕在胡不归的心头。 小虎似乎有所感觉般的静静趴在胡不归的腿上, 出奇地听话。 终于, 胡不归站起身来, 一步步走下了阵玉衙。 山月清冷, 春山寂寥。 月光照在空荡荡的避云风上, 分外衬托出那份清冷孤寂。 胡不归盘腿坐在师父经常练功的那颗仙人松下, 漫无目的地将心神沉入这无边的月夜之中。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个夜晚, 年幼的老胡, 雾字枯坐在避云风上, 体内没有一丝真缘流动的迹象。 此刻的胡不归, 体内充盈着斗志昂扬的龙气, 却如如不动, 不带起半点真缘的波澜。 胡不归的心中, 想起了此前历经的一切战事。 从一怒之下, 踢爆黑龙的魔丹, 到在长江上与毒龙以及昆仑群道那场恶斗, 再到老霄顶上与天下群雄争锋, 直到到打败傲双散人, 击碎南唐丘那生乌龟壳子。 这一系列战斗中, 始终支持他的, 就是一个信念。 他不相信, 一切都该由天来决定。 他认定, 自己绝对可以战胜面前的一切敌人。 就像他随口唱出的鸽子一般, 天意总无情, 老子自横行御山披山过, 御水踏水行。 然而, 在经历了与巫神道的这场战斗之后, 他深深感到了一种, 人力所不能及的无奈。 这个世界, 究竟还是实力决定一切。 以若胜强, 并非是不败的法门, 当对手实力远胜于己时, 你还能坚信, 若可胜强吗? 但若是否定了这一切, 那在此之前, 拿血, 拿命换回来的那些战绩, 岂不是毫无意义了? 这个世界本无道理可讲, 但是若是你的心中, 都不坚信你所执着的, 那么不需要战, 你就已经落败了。 胡不归突然想起了老头子, 那个潦倒而倔强的老头子, 他是那样普通, 却又是那样的, 不肯向这世界低头, 是他给他灌输了一身倔强的血性。 胡不归又想起了自己的师父天池道掌, 他是那样的宽厚, 而又是那般的洒脱飘逸, 他的师父跟他说, 持之以恒, 随心所欲。 师父令他更坚信, 自己终有一日, 可以一飞冲天。 他又想起了, 清雪。 清雪那双明亮的眼眸, 似乎始终不曾离开他的身旁, 那眼眸中, 饱含着信任和鼓励, 他坚信, 他可以战胜一切, 就像是那次, 他被南唐秋挟持, 生死之在刹那, 他却将性命交予了他, 这是何等的信任, 他又想起了好友卓不凡。 这个自幼便与体内折服的朱雀相抗衡的少年, 他若是认输, 此刻只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所以, 他不能认输。 他只能咬着牙, 继续走着他的抗争之路, 一直到最终, 战胜折服在体内的朱雀。 思绪飘来荡去, 胡不归的心, 也随之飘来荡去, 没有定数。 如果说在多年前的那个月夜里, 胡不归是在炼气, 那么, 此刻的胡不归便是在炼心。 心有寡碍, 再炼也不得寸净, 只有向内求索, 素本求援。 他想起了第一次感应到, 那一丝丝真缘流动的喜悦, 想起了在意随缘第一次感应到, 充盈天地间的天地灵气, 想起了一招单成一招单灭的挫折, 以及在那之后, 感应到的一种墨以名状的妙物的喜悦。 这所有过往似乎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究竟是什么呢? 找到了他, 或许便可以重新获得与天地灵气沟通的能力, 重造真正属于自己的真缘。 胡不归任由心神四处游荡, 感觉之中的避云风依旧是一片清脆, 层层叠叠的绿意沿着山势扑展开来, 而月光如银, 风轻如水。 突然, 山坡上某个小学中有物蠢蠢欲动, 神识追溯过去, 却原来是一只缩成一团的小刺猬, 即将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了随之更多的生命的迹象, 映入胡不归的神识, 小兽在洞穴里憨然入睡, 水气升华, 露水凝结, 露水中似乎也有着细小到不可见的生命, 悄然生灭, 野草在逐渐松软的泥土里悄然生长着, 等待着破土而出的一刹那。 一丝明雾在胡不归心底升起, 就像是被皎洁的山月照亮了一般, 他终于知道那勾连天地的究竟是什么了, 那就是生命的动人感觉, 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力量, 是倔强, 是顽强, 是生命的喜悦, 生无悔, 死无憾。 与此同时, 一丝活泼而熟悉的气息, 漠然从他的心脉中游走出来, 就像是他最初出现的时候一样, 无限喜悦涌上了胡不归的心头。 他竟然没有被强悍的龙气消灭, 这么长的时间, 他究竟是躲到哪里去了呢? 然而, 几乎与此同时, 胡不归体内的龙气再次出动了。 胡不归身上的经脉, 早就被龙气改造得纵横开阔, 遍布周身每一寸肌肤, 每一层血肉之中。 龙气便沿着密布的经脉, 呼啸着冲向了那一缕先天真元。 眼见的又是一场二气相争的局面即将上演。 而此时的龙气, 已然壮大到可以高手相搏的地步。 而那缕先天真元, 却如他初始时, 一般微弱, 若当真可以胜强吗? 自那缕先天真元一现身, 胡不归的心神便与之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如水乳交融, 再不可分开也分不清是胡不归引领着他, 还是他引领着胡不归的心神。 只见那缕先天真元没有丝毫恐惧, 却如闲庭漫步一般在经脉之中悠然而行。 龙气迅速包围过来, 杀气腾腾, 彰显着他好多的特性。 而胡不归和他那缕先天真元却熟视无睹, 将这奔腾而来的龙气视若无误, 依旧沉浸在那种怡然自得的淡然喜悦之中。 龙气原本已经冲到了境前, 却发现面前似乎并没有对手, 这种感觉当真是前所未有, 一时间竟不知所措起来。 眼见着那缕先天真元与庞大的龙气相比, 便如小婴孩之于巨人一般。 而这小婴孩却浑然不觉这巨人有何可怕, 依旧是笑竹颜开的自顾自嘻嘻玩耍, 倒把个巨人搞得手足无措起来。 却见那缕先天真元在龙气盘踞的心脉之中游走数圈过后, 突然懒懒地停在当中, 滴溜溜转了起来。 这一转竟转成一个小小的圆球, 宛如水珠一般, 光润无比。 突然那水珠绽开, 一小捧银润的清光透射出来。 随着清光闪烁, 一个逗大的小婴儿伸了一个懒腰, 从光团中生发出来。 那小婴孩盘腿坐下, 看那眉目依稀有着狐不归的影子, 只见他笑盈盈地瞧着周遭, 对他而言是庞大至极的龙气, 两只小手捏在一处, 口中呼出一口青涩的气息来。 那龙气更是疑惑不已了, 却不知道, 这多大的一个小婴孩, 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眼见的这古怪东西, 虽与自己气息截然不同, 却如此弱小, 几乎是随便一计, 便可叫他灰飞烟灭了。 所以, 既然没有激起龙气半分敌意, 依旧在那婴孩四周盘旋窥探。 而胡不归却知道, 这个多大的小婴孩, 却非同小可, 那是修道之人梦寐以求的原因。 只是自古却似乎没有人的原因, 是这般生化出来的, 更没见过这等微小的原因。 然而, 这却是原因无疑。 因为胡不归感到自己的心神, 已经与这原因合而为一, 一凭一笑句, 是由他的心神发出, 而后映射到那小小原因之上的。 碧云峰上空微微一荡, 随后一种不为人察觉的变化, 悄然以碧云峰为中心, 在青城群峰间荡漾开来。 转瞬间, 整个青城山似乎都活了一般, 青气生腾, 山风挺拔, 一种内在的联系在青城群峰之间呼应着, 一层层青气从青城各处一起流向碧云峰。 碧云峰顿时为滚滚碧云所笼罩, 当真不负了他碧云峰的名头。 只见那碧青色的浓云越来越浓重, 竟像是一汪潭水一般, 汇集到碧云山, 将端坐在仙人松下的湖不归, 团团为主。 那云雾越来越浓, 转眼间, 如水的青城灵气, 瞬间便将湖不归淹没了。 随着青城灵气的聚集, 骤然一道宏大之极的能量贯穿天地, 自湖不归的身体穿过, 天地灵气与青城灵气混为一体, 广莫无边, 无穷无尽。 湖不归体内的那小小原因, 双手捏了一个法觉, 小嘴微张, 轻轻吸了一口气, 骤然狂流如潮。 无尽的青城灵气, 从湖不归周身肌肤毛孔奔流而入, 那龙气与这铺天盖地的青城灵气相比, 便有如同小虫之鱼大海一般了。 龙气骤然一惊, 却见那孩童随手一引, 涌入湖不归体内的青城灵气, 便尽数被他吸入体内。 看着这窦大的小小婴孩, 却似乎有无尽的空间, 只见那轻流滚滚, 却始终填布满着小孩的肚皮。 龙气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 倾尽全力向那小原因扑去。 却见那小小原因, 右手剑指一挥, 滚滚而来的洪流, 竟然历时将龙气卷住, 将他困在当地动弹不得。 龙气又岂肯就此认输, 司明着不住挣扎。 却见那小原因驱使着庞大的青流, 将那龙气一层层裹在其中, 仍不断有青流涌入小原因的口中。 龙气争勇斗狠之心顿时狂涌, 只见他幻化成一条金光闪闪的狂龙, 伸出利爪尖牙, 狂思乱咬, 向外冲去。 但是那狂龙撕破一层青流, 立即便又有一层青流包裹上来, 似乎无穷无尽一般。 与此同时, 青城群道也感应到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 只见满山青流向着碧云峰涌去, 却不知道所谓何故, 这碧云峰便指胡诗帝一个, 在这多世之秋, 却不知道他又搞出了什么古怪阵仗, 不由地纷纷朝碧云峰赶来。 在万年廉池修炼的柳不醉和张富贵, 也感到一股致寒的灵气从万年廉池中涌出, 向着碧云峰飞去, 不由地也收工不练, 向着碧云峰赶去了。 却说那龙气速度挣扎, 却始终不能突破这身后绵长的青流, 却仍旧不甘地撕咬着, 在青流的包围之中横冲直撞, 但是力道却是越来越弱了。 而那小小猿鹰却盘腿端坐心脉正中, 神态安详地吸纳着滚滚而来的清澄灵气, 只见那猿鹰身上逐渐放出了一层青灰, 整个小人宛如一块碧玉, 晶莹剔透, 直叫人不可直视。 最后, 那小人睁开双眼, 淡淡看了看, 被清澄灵气包裹住的那团龙气, 又是一挥小手。 那青流历史画作一具三足熔炉, 一团青色的火焰自轰炉中生腾出来, 顿时将那狂龙淹没在火海之中。 那狂龙似乎感到灭顶之灾便在眼前, 顿时狂躁不已, 周身金光闪闪, 疯狂撞向轰炉炉壁。 却听冬的一声闷响, 那轰炉纹丝不动, 只见那小龙却越来越小, 一滴滴金色的液体滴落下来, 终于整条狂龙在嘶喊挣扎中化为一滩金水, 沿着炉底向外渗透, 只见那小猿鹰小嘴一张, 将那炼化的金水吸入口中。 骤然间, 那圆鹰身上金光一闪, 随后就隐没在一片青灰之中了。 第109章 阴云 初春月夜, 青城山笼罩在一片碧青色的云海之中, 宛如仙境。 青城群道瞠目结舌地望着被一潭清流淹没的狐不归, 却不知道此景究竟是服侍或, 只有小九和张富贵担心狐不归的安危, 立即跃入那汪灵器组成的碧水之中。 师徒俩人才一入水, 便感到周身毛孔骤然张开, 自周身蹊跷和毛孔之中涌入狂流一般的青城灵器, 两人扶置心灵, 立时盘腿坐在潭水中, 努力吸纳这滚滚而来的青城灵器。 而其余众人却无一个敢跳入这莫测的碧潭之中, 直视远远地站在空中观望, 却不知道他们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一个机遇。 才一盏茶功夫, 小九师徒便感到体内充盈着青城灵器, 再也吸纳不动, 就此泡在灵潭之中, 将西娜的灵器缓缓化为真元。 这一盏茶的功夫, 却胜过了两人十余年的修行, 怎能叫这师徒二人不惊喜交加呢? 而胡不归体内的小小原因此刻, 也停止了西娜青城灵器, 只见她两只小手向外一荡, 顿时满山灵器向四周散去, 避云消散, 而月白昔天, 一阵清风吹过, 似乎笼罩青城山的晦气, 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胡不归缓缓睁开眼睛, 一双眼睛神光内敛, 转眼便化为寻常模样。 却见众位师兄弟围在自己周遭, 不由得微微一愣, 站起身来, 震了震衣衫, 道, 诸位师兄, 怎么全都来了? 赵不琛道, 我们却要问你呢? 你这是怎么搞出的这么大的阵仗? 胡不归呵呵一笑道, 哎哟, 不好意思了, 惊动了各位师兄。 小弟再次练功, 却不知道如何引发了清澄灵气, 道叫诸位师兄担心了, 小弟这箱给师兄们赔罪了。 群道一见胡不归安然无恙, 虽然众人心中差异不止, 不知道胡不归究竟是如何引发的这清澄灵气, 却也就此议论着散去了。 而此时, 小九和张富贵双双睁开眼睛, 两人修为此时已然提升了不止一层。 两人站起身来, 一把拉住胡不归道, 老胡,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怎地聚集了这许多灵气? 胡不归哈哈一笑道, 老子修成了原因了? 怎么样, 厉害吧? 小九两人一听, 钦佩之余, 不免为胡不归高兴。 张富贵却在胡不归身上摸来摸去, 甚至要去解胡不归的裤带。 道, 老胡, 快把你的原因拿出来, 我看看。 胡不归和小九一阵恶寒, 心道, 这原因难道还能在裤裆里啊? 胡不归一脚, 将这个乱七八糟的古怪失职, 踢得飞了出去。 道, 这等宝贝岂能随便拿出来给你看。 张富贵身子腾空, 心中却想, 老子的宝贝也不随便给你看。 小九却仰起脸来, 问胡不归道, 胡大哥, 若是再遇上那个乌神道你, 便有把握赢了他吧。 胡不归道, 再叫老子遇上他, 非把他揍扁不可。 你们就等着瞧吧。 一股豪气, 顿时扫去了先前那唯米不振的情绪, 若可胜强的信念, 重新在胡不归的心头升起, 却比从前更加坚定了。 在明山深处的污名殿中的一间密室里, 一团黑气将整个密室拥得满满的, 浓重的黑气就像一潭泥肘, 似乎就连光线也会被他吸入, 湮灭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 在黑气的中央, 夜魔向天恒盘腿而坐。 伟岸的身姿依旧挺拔刚剑, 只见他怒目缘争, 浓重的杀气在黑雾中徘徊不已。 自从佟天玄真人以虚体正道诀, 将身体虚化的伏魔镜一搏之后, 夜魔便引于此处养伤练功。 这清澄派的无上法诀果真是厉害的井, 连夜魔这等超级魔头, 也不免在64枚伏魔镜的攻击下, 受了颇为不轻的内伤, 现在夜魔向起来依旧是心有余悸。 这等法诀, 若是遇上比天玄真人修为更深一些的倒是施展开来, 就算其人并未达到地先的修位, 也足以将他重新封印到大罗天伏魔镇法之中去了。 据说本代清澄道识天赤的修为已经直追当年的广陵道长, 已经是接近地先一级的人物了。 而夜魔此时, 还没有恢复自己当年功力的一半, 若是与此人遇上, 只怕是当真会一败涂地。 慢说这清澄的天赤道人, 便是自己魔教之中也很有几个扎手的人物。 首先是四大分支的这四个统领, 巫神道虽然表面上臣服于自己, 实际上也不过是在观望而已。 在前些天, 自己与清澄群道打得地动山摇, 巫明公这群小崽子迟迟不肯出来相助便是这个道理。 而魔王刀利刃山, 嗜血摩靴如河以及万毒女蛇蝎心这三位, 更没一个是好相遇的。 此外, 还有长老慧以及左右天魔士等人, 若是不采用些非常手段, 只怕是这些人没一个能扶自己的。 夜魔线下面临的依旧是如何尽快地恢复功力, 只要能达到当年接近地魔的水准, 自然可以摆平这一切了。 所以, 尽管夜魔对清澄派恨得咬牙切齿, 却也只能隐忍, 至少要先等三月三魔王寿言, 一捅魔教之后, 才好腾出手来收拾清澄派。 到了那时, 非将清澄移为平地不可。 夜魔瞪视着身前稠密的黑气, 心道, 若想在短期内提升自己的修为, 看来只有冒险试一试天魔宝典上记载的千魂万魄巨魔心经了。 想到这里, 夜魔翻掌收工, 一视黑气涌入他的体内, 只留两条飘带状的黑气绕身而行。 夜魔傲然不出密室, 来到大殿上, 对左右吩咐道, 去找巫神道来, 老夫有事要与他说。 片刻之后, 巫神道一脸恭敬地走了进来。 道, 魔主寻弟子, 有何吩咐? 夜魔道, 巫神道, 我抢了你这巫明公公主的位置, 你可记恨老夫。 巫神道低眉道, 晚辈岂敢, 晚辈自从上代魔军离世后, 一直隐忍不发, 苦苦等候民主出世。 终于等到魔主脱困, 有您这等明军领导, 神道也有一展所学的机会, 一生的报复也才有望实现。 晚辈对魔主感激还来不及呢, 又岂敢心怀不满。 夜魔暗笑道, 鬼才信你嘴上却道, 神道啊, 你肯追随老夫, 老夫自然不会亏待你的。 你可听说过, 天魔宝典吗? 这四字一出, 巫神道忍不住一颗心砰砰直跳, 他之所以兴师动众地, 去找陈天愁的晦气, 便是听说, 当年魔君在出世之前, 曾秘密派遣陈天愁将天魔宝典, 密藏至某个隐秘的所在。 他连忙点头道, 晚辈听说过, 但是这, 天魔宝典, 乃是魔教至宝, 从来都只有魔君一人, 方可翻看休息, 其余魔教弟子, 却是无缘休息, 所以, 弟子也是只闻其名, 不见其说啊。 夜魔笑道, 这, 天魔宝典, 老夫倒是也看过一些。 你若是替我办成一件事, 老夫便传你些宝典上的功夫, 你可这样可好啊。 乌神道大喜, 立即道, 不知魔主, 差遣弟子做什么呢? 夜魔道, 我要你在十天之内, 给我找九百九十九名修真戒的弟子, 正教, 魔教的弟子都不限, 但必须是有修为的人, 你能办到吗? 乌神道心道, 修真戒总共才多少修真之人啊。 你要老子在十天之内, 给你抓九百九十九名回来, 那岂不是拿老子开涮啊? 好在你也没说修为高低, 多派一些人手, 从那些小门小派下手, 这倒也未必办不成, 便说道, 弟子试试看, 一定完成魔主的吩咐。 夜魔点了点头道, 好了, 那你这就去操办吧。 青城山上, 一道人影在山径间飘忽不定, 眼神之中隐隐透出些极度愤满的神色, 此人却正是天玄真人门下二弟子赵不琛自碧云风上下来, 一股无名之火便在他心头燃起。 看胡不归那小杂种的架势, 显然修为又有了极大的提高, 竟然可以引来这如许多的青城灵气, 恐怕是内丹都快有了吧。 而自己却始终徘徊在杰丹初期, 一颗内丹虽然成形, 却始终没有胎化的迹象。 却不知道胡不归这小子为何运到那么好, 原本是个废柴, 却竟然进展如此神速, 再过的一年半载, 岂不是就要超过自己了? 想到这里, 赵不琛更加愤满, 足下用力, 加快了速度, 往青云风乌涯而去了。 还好他并不知道, 胡不归此刻, 其实已经是原因出城的境界了, 否则真有可能气得凸显。 赵不琛身形连闪窜到乌鸦洞前, 抬眼望去, 只见四眼一片苍茫, 不见人尽。 这才放心走入乌鸦洞中。 赵不琛手指捏了个法绝, 引出暗藏在身上的竹简来。 这竹简是他的师叔祖若隐真人所赠之物, 一直为他所密藏。 每晚他必来这乌鸦洞中修炼其中法绝, 隐隐感到似有小成, 却始终不能更进一步。 今晚受胡不归修为增长的刺激, 又不免跑到这里, 秦家修炼来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 一天诡异的青涩气息萦绕在赵不琛的深周, 逐渐变为惨绿的光芒。 远远望去, 便如一团鬼火, 闪烁不定。 在赵不琛身前, 那卷竹简虚浮空中, 半疏半卷, 犹如火雾一般, 悄然蠕动着突然, 自打开的卷手, 有五根竹简急射飞出, 绿芒一闪, 射入了赵不琛的身体里。 赵不琛只觉得一阵彻骨齐寒, 随后五刀碧绿静气流入自己丹田处, 嗖地钻入了他的内丹之中。 随后, 只听那内丹里一阵暴响, 色泽闪烁不定, 而周身经脉似乎都被凝固了一般, 半分也动弹不得。 赵不琛的一颗心往下沉, 也不知道此状究竟是福是祸, 却隐隐感到一阵不安。 就在此刻, 他的内丹突然爆裂开来, 一团绿色的火焰迸射而出, 一团能量旋风一般地在他体内旋转起来。 以绿色火焰为圆星, 那团能量越转越快, 火焰不住地冷却着向内坍塌, 似乎有物在火焰之中孕育着。 终于一个胎体诞生了, 青色的薄膜下, 隐隐有物如洞, 一颗胎心悄然跳跃起来。 乌鸦洞内一阵真元激荡, 表面一层三寸的岩壁顿时化为积粉, 赵不琛双手一荡, 浊流沿着洞口滚滚而出, 他睁开眼睛, 心中充满喜悦, 他终于炼成了倒胎。 想来以天竺诗书, 只能也不过才炼成了倒胎而已。 而自己此刻, 竟然也炼成了倒胎, 放眼青城山本带弟子, 还有谁能与自己争锋? 你终于炼成倒胎了呀! 一个声音从他背后响起, 赵不琛骤然一惊, 回首望去。 却见若隐真人平静地站在自己身后, 却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洞来的, 就像是他原本就在洞中一样。 赵不琛且惊且喜悼, 师叔祖, 弟子终于炼成倒胎了。 多谢师叔祖栽培。 说着, 便给若隐真人跪下行礼。 若隐真人淡淡地道, 这没什么, 他指了指那缺了五根竹条的竹简道。 你若是将这一卷无名道藏, 尽数习成, 这竹简便会尽数化去。 而那时你的修为, 只怕比你世博天吃, 也差不了多少了。 若隐真人顿了顿又说道, 我听说青城山最近, 可是不大太平啊。 赵不琛叹了口气, 将最近发生的种种, 细细讲给若隐真人。 若隐真人表情平静地听着, 直到听说胡不归, 竟然将青城灵气汇聚成坛, 这才眉毛微动。 不由得道, 这信胡的弟子, 修为道有些古怪呢? 怎么听起来, 却不像是咱们青城派的修习法门呢? 莫非? 赵不琛道, 可不是, 弟子早就觉得, 这小子最近的修为透着古怪, 咱们正道修行, 最是讲究的循序渐进。 而这小子, 最近修为大进, 却不知道, 从哪里学来的邪门修炼法门了。 若隐真人却道, 如此说来, 线下的青城山, 是由你师兄孙不智主示。 一说起这个, 赵不琛的眼中, 顿时发出一股妒忆, 道, 谁叫他是大师兄呢? 我师父蒙难, 几个师叔晕头晕脑的, 就将教中事物, 交与他临时打理了。 他倒还当真把自己当成了长教真人一般, 当天就搬进了师父住的林云轩去了。 若隐真人摇头道, 我瞧着孙不智的才智, 确数平常, 只看那次京城之行便可知了。 他们一行原本是要夺玄武, 退魔教, 却竟然连天竹都跟着, 受了伤, 更是连玄武的边都没沾上。 这等同龄手段, 当真是平庸的井啊。 何以堪当重任呢? 这一番话, 实在是说到了赵不琛的心砍上了。 他道, 便是如此了, 最后连大师兄, 自己都受伤而回, 更是连累了不少师弟受伤, 若是此事交给我来办, 定不会像他这般窝囊。 只可惜, 人家是大师兄啊, 什么都轮不到我的份。 若隐真人道, 你若是坐等, 那自然是没有机会了。 可是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 天玄肉身敬毁, 恐怕此生将会永居浮魔镜中了。 而你其他几位师叔, 全都闭关养伤。 这青城山究竟该谁做主? 我瞧着, 还是该有个德才兼备的人选才是。 倘若有人提议, 那大家尽可来鄙视一番。 只要你胜了孙不治, 那么, 他还好意思坐着代理掌教吗? 赵不称普通一声贵道, 道, 多谢师叔组点话。 这天一大清早, 胡不归便已经在青城各风溜达了一圈了, 却见诸位师叔都闭门养伤。 而小九, 带着张富贵和大傻在万年莲池练功, 只见小九, 须坐在万年莲池上空, 一脸的肃穆庄严, 却不像是个小小孩童, 道当真有几分师父的模样。 而张富贵这个大徒弟的脉象, 却有些不堪了, 拖着两条半尺长的鼻涕, 怪模怪样地坐在万年莲池旁修炼着, 丹田倒看不出什么变化。 裤裆倒是很突兀地鼓出一大块来, 显得颇不雅观。 而大傻则则是依旧憨戳戳地将前蹄放入莲池中, 身子趴在池边, 硕大的鼻孔上挂着一个摇摇欲爆的巨型鼻涕棒, 那迈向也不比富贵好到哪里去。 胡不归摇摇头, 从万年莲池走开, 镜子来到天师洞前。 他师父天师道长和师叔天竺道长, 此刻都在这天师洞中闭关修行, 也不知道师叔的伤势究竟好了没有。 胡不归将心神探向天师洞里, 却猛地被一股柔和而坚韧的力量挡住了去路, 半分也进去不得。 这个禁止法咒是由当年青城派的祖师爷设下的, 慢说是胡不归, 便是拥有地先智能的修士, 若不懂开启之法, 也打不开这个禁止。 胡不归在外面徘徊良久, 却始终丝毫感受不到洞内的气息, 只得样样作罢,朝震玉崖走去。 胡不归一路脚步轻快, 沿途山坡上, 几株嫩草钻出了土地, 露出一个嫩绿小尖。 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从胡不归的心头升起, 恍如前世见过一般, 胡不归微笑着走过去, 似乎也感应到了那小草的笑意。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生命的痕迹涌起, 胡不归静静地感受着那些平凡而卑微的生命 所饱含着的满足和喜悦, 一路向前,一路微笑着。 已经可以看到轻辽动那黑炯炯的洞口了, 一阵松涛传来, 带着松真特有的清香, 扑入胡不归的鼻息里。 那风里也夹杂着生命的气息, 有生命的沧桑和岁月的流逝, 有对阳光的渴望和抵抗寒冷的坚韧。 胡不归细细感受着, 突然,自那阵风里传来了一种恐惧, 胡不归心中一动,朝松林外望去。 只见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一闪而过, 消失在陡峭的山岩之间。 胡不归心头泛起一个疑团, 此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我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但是这种感觉又与见到老友不同, 其中却像是包含着某种莫名的危机。 这究竟是何缘故? 胡不归正自凝神, 却听小虎熬得朝那背影消失的方向, 发出一声怒吼。 胡不归一把抓起小虎, 塞入怀中, 向着那背影消失出追了过去。 第110章 妖影 山影重重, 一片乌云遮天蔽日, 天色顿时暗淡下来。 树影婆娑间, 一条人影若隐若现, 在俊俏的山石间闪动着, 向山下奔行。 隐隐有诡异的绿光随那人身影, 一路向远方威移而去。 胡不归瞧那绿光闪烁, 不由的心头一震, 一团阴云遮住了胡不归的心非胡不归心头念叨着, 难道会是他? 可是,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镇玉衙呢? 莫非又是冲着小桌子来的? 想到此处, 胡不归猛一回头, 一股静气探向轻辽洞, 只见洞口静置依旧完好, 这才放下心来。 继续朝前追去。 前方那人影, 转眼之间, 便奔出了青城山, 转而向着川东方向的深山飞掠而去了。 速度之快, 几乎与遇见飞行相差无几。 像这般在平地上奔行如此迅捷的整个青城山, 也找不出几个来了。 所幸胡不归便是其中之一, 这小子在学会遇风, 而行之前, 当真是就靠两条腿奔行, 甚至还靠两条肉腿, 追上过许青青的狼牙神剑, 当真是修真剑一大奇闻了。 胡不归甩开两条腿, 一阵风湿地追了出去。 这个人的干系, 实在是太过重大, 绝不能将他追丢了。 只见山林上密林如海, 胡不归的身子, 在密林之中急速穿梭, 一颗星神紧跟着那淡淡的妖气前行, 转眼就翻过一座山脊, 继续向深谷俯冲下去。 胡不归的身子前倾, 像一根尖针一般, 穿透近风, 毫无阻碍地向前奔行, 身边陵墓, 山石, 急速后退着, 从眼前消失, 胡不归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前面那个散发着淡淡妖气的绿色人影。 带追出去百鱼里, 那人似乎察觉到身后有人追赶, 立即加快了速度, 一个身子在山间跳跃窜行, 转眼就翻过了一座高耸的险峰, 消失在绝壁之上胡不归心中大吉, 腾身而起, 双臂一展, 一双巨大的真元羽翼舒张开来, 与此同时, 在他体内, 那个新生的小人也是双臂一展, 生出一双碧玉一般的小翅膀来, 只见胡不归翅膀一阵, 闪电般地向着绝顶之上飞去。 就在胡不归的身子刚刚飞上绝顶之时, 一道惨臂的光芒射向胡不归的心口, 胡不归身子在空中急速一转, 躲开了这突兀的一席, 而他体内的小人也随着他的动作旋转一周, 而后续站在丹田之中, 却见一个身材高瘦的老者站在绝顶之上, 脸上绿光摇曳, 看不清面目。 然而, 这副模样却早已深深映入胡不归的记忆之中了。 这人便是十几年前带着一群妖兽血徒侵蚀阵, 杀害了卓不凡全家的那个妖人。 却听胡不归和小虎同时一声怒吼, 胡不归喝道, 无耻妖人, 原来果真是你。 却听那人咯咯怪笑道, 小子,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懒, 今日便叫你来得去不得。 说着, 双爪交叉须抓, 十道凌厉的指风划破空气, 向胡不归袭去。 胡不归震翅飞起, 避开那妖人锋芒, 却听身后一阵隆隆之声, 回首望去, 只见对面山林已经是一片狼藉, 不由得暗自心惊。 暗道, 这妖人修为竟然如此高啊, 怎么又是却不觉得, 他有这般了得呢? 胡不归心中差异, 身形却是丝毫也不曾致带, 双足凌空向下踢去, 一道道, 青光轰了下去而不管胡不归做何动作, 他体内那小小的原因也与他同时动作, 分毫不差地在体内演练出来。 只是这个痘儿带得光屁股小孩的动作始将出来, 实在是只能惹人喜爱而已。 然而胡不归族下的那一串青光, 却不是闹着玩的, 夹杂着风雷之声, 轰向那妖人, 却是将掌心雷改为了脚心雷, 隐隐透出了霍霍的电光。 胡不归此时已经是原因出城的境界, 这等修为在青城山除却他师父天痴道长和他师叔天玄真人之外, 再无人可及。 这一出手, 果见威势惊人。 那妖人双爪暴涨, 一连接下了七, 八计绞星雷, 一道道青光在他手爪中湮灭他。 然而, 胡不归每踢一脚, 那妖人的身子便后退十余丈, 直退出七, 八十丈余丈远, 方才止住了身形, 心中却是惊疑不定, 心道, 这小子怎的这般厉害, 看着架势只怕是原因都已经修成了, 再过几年, 看着世上还有谁是他的对手。 胡不归就是落在绝顶之上, 大踏步地向前走着, 道, 妖人, 老子今天就要替着不凡一家报仇, 宰了你的丧心病狂的恶魔。 那妖人却笑道, 小崽子, 想跟我斗法, 只怕你还嫩点。 说着长长的指甲连弹, 只见四十九盏鬼火般的荧光, 从四面八方向着胡不归涌来。 胡不归滴溜溜转了个圈子, 也是手指连弹, 一道道青色真缘射向那飘忽而来的鬼火。 却不料, 那些鬼火犹如火物一般, 灵动无比, 竟然自行躲避开胡不归的指缝, 只有十余盏鬼火, 被胡不归坛中熄灭了, 其余的依旧朝着胡不归包围过来。 而与此同时, 那妖人口中, 低声念出一段古怪咒语, 只见天上浓云翻滚, 天色又暗淡了几分, 两人身舟顿势犹如黑夜一般, 随后右手猛然插入地下岩石之中, 而后大喝一声, 白鬼千魂碎无常, 其听无命所悬扬, 跟着手掌自地下拔出, 一团团幽魂跟着他的手势 从四面山野中聚集过来, 向着胡不归扑去。 顿时阴风阵阵, 气温骤降, 千百个九幽恶灵, 被这妖人以妖法招出, 将胡不归团团围住。 先是那些闪烁不定的鬼火尖叫着, 冲向胡不归, 胡不归又足足间着地, 旋风一般地旋转起来, 双臂间一双真圆幻化的巨翅 扇出一圈强风, 吹向四面八方扑来的鬼火和恶灵。 一阵飞沙走时, 冲在最前面的鬼火, 扑得被尽数吹灭了。 而随后扑来的恶灵, 则被强风阻挡在圈外。 然而, 那些来自九幽地府的恶灵, 却被胡不归的纯阳之气吸引, 依旧扑天盖地的拼命向前, 涌来有十余之恶灵, 甚至用鬼爪撕开进风, 顶峰向着胡不归冲来。 胡不归心头一怒, 双翅横削, 一道闪亮的清光 裹着一层淡淡的金芒削了出去。 空气之中, 一阵痴痴之声, 数十个恶灵顿势灰飞烟灭。 胡不归双翅如刀, 大开大合, 一阵横批直砍, 顷刻间无数恶灵化为烟尘消散在山野间。 然而更多的恶灵向着胡不归扑来, 浑然不知生灭一般, 杀之不尽。 却见胡不归体内的那小猿鹰突然双手向外一捧, 小嘴中念了一句什么, 只见一阵柔和的光芒从胡不归身上透了出来。 随着那光芒出现, 那颗圣佛射立子冉冉升起, 顿时佛光普照, 圣洁的光芒洒向山林。 这柔和而清澈的光芒, 却像是恶灵们的克星一般, 所有暴露在佛光之中的恶灵顿时惨护着化为烟尘。 而其余恶灵搜的钻入地下, 转眼便消失殆尽了。 胡不归受了佛珠, 却见绝顶之上只他一个, 那妖人却早已借机逃走了。 胡不归放开神石, 四处搜寻, 只觉得一丝淡淡的妖气向西北而去了。 而小虎也从怀中窜出来, 先是伸着鼻子在风中嗅嗅, 随后就向西北狂吼起来。 胡不归立即展开双翼, 向西北方向追去了。 而此时的青城山上, 另一场风波正在酿制中。 青城山掌教真人的大弟子孙不智, 正躊躇满志地端坐在凌云轩中, 望着陡市之中, 一盏青烟鸟鸟的香炉, 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初春的暖风从敞开的花窗外吹了进来, 令人心神为之荡漾开来, 也似乎想要融入这春风之中, 在这青城山里畅游一番。 突然, 随着那阵阵暖风传进来一阵宣沸, 听那声音来触, 却像是在清虚垫中。 似乎有人高叫道, 你仗着大师兄掌权, 便来欺负我们吗? 告诉你, 没那么便宜。 孙不智皱了皱眉头, 起身走了出去。 来到清虚垫前, 却见早已围了一群青城弟子。 人群当中, 只见王不韦揪住宋不滩的衣襟, 一个劲地叫嚷, 其中还有些师弟也跟着起哄。 而赵不衬则在一旁不住劝慰两人不要声势。 见到孙不智迁来, 赵不衬便立即高声道, 大师兄, 你来得正好。 你劝劝王师弟和宋师弟吧, 可别伤了同门和气才是。 而那王不韦一见孙不智出来, 却闹得更凶了, 直到, 认谁来了也没用, 除非是师父, 出来评礼。 宋老三, 你说, 这分派小剑法器的差事, 怎么到你这里, 就变了味儿。 你是仰仗了谁的权势? 孙不智大喝一声, 都给我住嘴。 这一声吼运起了青城三清气, 生震云霄, 如红中巨骨一般, 震得当场众人心头一灵, 场上历史安静下来。 孙不智慢慢走进圈内, 方想开口说话, 却听王不韦阴阳怪气地说道, 哎呀, 大师兄好大的威势啊, 当真很有青城长交的派头呢。 孙不智把脸一沉, 转向王不韦道, 王师弟, 我青城此时遭蒙大难, 师父他老人家肉身虚化, 此刻原神被困伏摸镜中, 众位师叔全部受伤闭关, 此乃我青城派危及存亡之计。 你不去想, 如何与众位师兄弟齐心协力, 保住我青城数千年基业, 反倒在这里胡闹姿势, 似你这般对得起师父平日的教诲吗? 你若觉自己有理, 咱们俩人现在就进大殿之中, 对着师父的原神说个清楚。 孙不智这番话, 直说的王不韦面有愧色, 口中却勿自抢遍道, 大师兄, 你还没问事情, 原委便来训斥我, 人都道你与宋老三交好, 我原不信, 这番宋老三刻扣小法器在前。 你大师兄不问青红皂白扣大帽子在后, 自师父蒙难, 师叔们闭关养伤, 咱这青城山, 便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王不韦这一番话说出来, 平素与他交好的几名道士, 也纷纷出言附和起来。 王不韦道, 正是在此危及存亡之际, 咱们青城派, 才该选出一位, 心胸宽广, 刚正不阿, 有胆有识, 文武兼备, 才干出众的主事之人, 只有这般, 才能带领咱们, 是兄弟共度难关。 师叔他们闭关之时, 只怕是时间仓促, 没来得及细选。 照我说, 咱们大家不如重新选一位主事儿的师兄出来, 等诸位, 师叔出关之后, 究竟该如何, 再听师叔们的意思, 你们觉得可好啊? 孙不智冷笑道, 王师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 我是处世不公, 心胸狭窄, 才但平庸之徒了? 王不韦道, 我可没有这么说, 大师兄自然是咱青城山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但是究竟是不是最好的, 这就未必了。 咱们现在说的是, 本代弟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究竟谁好, 叫大家平平不就清楚了? 王不韦这话说完, 不少弟子也跟着道, 就是啊, 叫大家火平平啊, 平平不就清楚了呀。 宋不贪道, 王师弟, 你是要造反吗? 大师兄暂时执掌青城门户, 那是由众位师叔决定的, 我看你是想借机声势, 图谋不轨吧? 孙不智瞥了一眼, 站在一旁默不作声的赵不琛, 突然对着宋不贪摆了摆手, 笑道, 既然众位师弟们都有此意, 那就召集所有的青城弟子, 叫大家来平吧。 只要是选出一个能执掌大局的人物, 带领大家共渡此次难关。 那就是, 余兄立时让位, 也未尝不可呀。 说吧, 挥手敲响了召集青城弟子的童中, 幽远的钟声, 顿时自老萧顶传了出去, 在青城群风间荡漾开来。 钟声, 传至万年莲池旁, 池水一阵荡漾, 连夜摇曳间, 露出了坐在连夜丛中的柳不醉。 张富贵知其耳朵, 听着这突如其来的钟声, 却不知道所为何故, 眼睛望向须坐在连夜间的小师傅, 也不知道该不该唤醒他, 大傻, 则是不闻不问, 依旧两只前蹄泡在池水中继续修炼。 此时的柳不醉, 却正是处在紧要关头, 前几日在碧云风, 吸收了太多的青城灵气, 回来之后, 就带着富贵, 大傻, 在万年莲池化气为源, 化源为今。 当钟声敲响的一刹那, 柳不醉正好将所有吸收来的青城灵气消解完毕, 却猛的体内生出了异变, 一股真元流猛然在体内奔流起来, 随后带动了全身所有真元, 洪水一般在周身经脉之中奔腾不息, 真元洪流所经之处, 经脉暴涨, 机遇暴裂开来。 最终真元洪流流向丹田处, 在丹田里形成一个旋流, 那旋流不住旋转着, 速度越来越快, 却有一股压力不断将真元向内挤压, 庞大的真元流最终被压成一颗小小的水滴, 在丹田处飞速旋转着。 在柳不醉身外, 一池寒泉也跟着旋转起来, 猛然间一股池水化为掰链, 自柳不醉眉心钻入, 沿着经脉向丹田流去。 那寒泉围绕着那颗水滴般的小球, 旋转九周之后, 又分为两路, 从柳不醉足心流出, 重归万年连池。 如此周而复始, 像是刹那, 又像是历经千年, 一层水晶般的尖冰, 在那颗水滴外形成了, 晶莹剔透的尖冰球, 包裹着一滴清脆的水滴, 在柳不醉的体内, 自在而圆转地转动着。 万年连池四周, 幻化出一派云霞, 柳不醉一张小脸, 迎接而庄严, 飘然若鲜。 一股无形的波纹, 以柳不醉为中心, 向外荡漾开来, 青城山上顿时云收雾散, 满山清流。 而青山更清, 碧水更碧, 青天则宛如水洗过一般, 愈发的蔚蓝澄彻。 柳不醉缓缓睁开眼睛, 第一眼就看到了瞪圆了眼珠子, 张着大嘴瞪视着自己的张富贵, 张富贵旁边则是同样瞪大了眼睛, 鼻涕怕早已爆裂的大傻。 张富贵一见小师傅转醒, 立即喊道, 小师傅, 你没事吧? 柳不醉笑着摇摇头, 道, 我很好。 说着一抬腿, 人便已经站在了张富贵和大傻面前了。 其实柳不醉也是只知道自己很好, 却也搞不懂自己目前究竟是个什么境界。 那颗尖兵包裹的水滴说, 他是内丹吧, 却似乎有些牵强, 但说他不是内丹吧, 却又是什么呢? 张富贵却不知道柳不醉体内之事, 问道, 师傅, 方才清须殿传来一阵钟声, 却不知道所谓何事啊, 咱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柳不醉小眉毛微皱? 啊, 那是召集清城门下所有门人的钟声, 定是有事发生了吧? 咱们这就去瞧瞧吧。 说着伊拉富贵和大傻, 两人一寿便及腾空而起, 向着清须殿方向而去了。 却说胡不归一路向西北追去, 那妖气却越来越淡, 最终竟似乎消失在了茫茫荒野之中, 再也无迹可寻了。 胡不归自云头降落下来, 却见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黄土, 山巻浑厚, 身鹤扩达, 却都是黄土堆积而成, 自有一股苍凉豪迈的气势。 胡不归信步走向土山山脊, 一路细细探查那妖人踪迹, 似乎那淡淡的妖气, 便是从这片土地上引去的。 翻过一座山脊, 只见满山焦黄之中, 隐隐有星星点点的野草, 钻出了土地。 一群瘦得皮包骨头的养子, 便在这山坡上低头啃食着出生的野草。 突然一阵高亢而粗野的鸽子, 冲天而起, 山对面有人唱道, 天当那个被子, 地当那个床。 想见鹅的妹子, 就梦里头躺。 胡不归放眼望去, 只见对面山坡上, 一个苦哈哈的放羊娃, 躺在山坡土地上, 身上反穿着一件羊皮袄, 衣襟敞开着, 露出一片黑红黑红的胸膛来。 胡不归心道, 你想你的妹子, 便到梦里头找。 我若是想我的妹子, 便亲自去寻她。 这般想着, 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梅清雪临别时的一瞥, 没来由的心头一阵刺痛, 抬脚向远方走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 。